節目開始上菜囉 記得要訂閱 十一點熱炒店的YouTube頻道喔 睡下去之後 到了半夜 聽到這樣 那我們兩個同時 從床上這樣打力起來 什麼東西 什麼聲音 什麼有小偷 我倒車的時候 我其實都會有一個陰影在 陰影 陰影 太可怕了 然後要打打 然後倒車剪影 叔叔 叔叔 我在妳後面 我們想說老外可能是習慣 把一些寵物可能就是 埋在自己家院子 可是他那個那麼高 他會不會人也埋在你 因為你體質比較感應得到 他就附身在你身上 他擔心少少被附身 然後這樣子行事走路 然後去飯店 不是那種 對 他就是直接 然後把他的頭當冰空的炸 十一點熱炒店最高差 不講不辣不上座 我們聽這個音樂 我突然間覺得 我這樣子的音調 好像不搭這個音樂 違和 應該是要講那種 十一點熱炒這樣子 這位的 妳這樣好像吞到他 我不適合 我不適合走這種恐怖路線 這樣 十一點熱炒店 太高差了 好 他在圖書館錄影 對 為什麼我們的音樂變這樣子 鬼樂特輯又來了 鬼樂特輯 明俗樂 所以我們就應景一下 很恐怖 有自虐的傾向 就是明明怕得要死 笑得又要聽 對 然後眼睛霧珠 不敢開不開的 又打開一個縫這樣 還是要看 醫院 台灣某知名醫院 六樓的六號病房的第六張床 然後只要病人送到那一張床 準時會在早上六點的時候 就走了 真的假的 這很恐怖 那誰還敢去睡一張床 他們 他們醫院都有默契 就是除非不得已 盡量那一張床就空著 可是有時候遇到醫院的忘記 那個 你總不能讓那個病人睡在走廊 那有一次就真的沒辦法 就只剩下那一張床可以 那就送到 送到六樓的六號病房 第六張床 那個床就靠床 床簾這樣子 有個醫生 新近的年輕的就不信邪 他想說怎麼會有這種事 他就在快六點的時候 他就在病房門口看 他注意那個病人 因為他不要站在他旁邊 他給人家壓力太大 那病人 那個醫生在門口 他就讓他這樣 偷偷摸摸這樣注意看 然後六點一到 他就發現那個病人開始在掙扎 掙扎 他旁邊不是窗簾嗎 在那邊抓窗簾 醫生想說怎麼 會嗎 因為六點了 該不會他也要死了吧 趕快衝過去 他掙扎 他怎麼不去救他 沒有 所以他就衝過去了 衝過去了 因為這病人一直要抓窗簾 那醫生就把這窗簾一打開 看一個什麼 他每天準時六點都來 幹嘛 你知道嗎 他做了一件什麼事 因為他有吸塵器需要插座 他把病人氧氣罩的那個插頭拔掉 然後插上他的吸塵器 這個很爛 難怪每天準時六點 那個病人都會掛 就是因為他需要那個插座 對 所以是被那個阿伯害死的 對 就是被那個阿伯害死的 你這是笑話吧 鬧劇 我們這一集真的請來了厲害的來賓 跟我們講獲身駕駛的一些 真正的那種 關於靈異世界的故事 我開場講這個都是為了緩和氣氛用 因為等一下就毛骨悚然了 沒有 因為你太滑稽了 你不會遇到這些事情 只有我們的來賓 才會遇到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要 來歡迎今天的來賓們 秀慧姐 大家好 大家好 吳蓁 嗨 最恐怖的Eason 嗨 嗨 嗨 皓吳 嗨 我們每集都會找一位 是真的能看到的 我們這一集就是哨哨了 對 我有聽說 他是能感應到 甚至能看到 可是看到他們兩個在這邊 我也現在很害怕 為什麼 因為當初他們兩個去錄那個 有鬼的節目 然後那時候只要有 對 然後錄影的時候 他們兩個只要一出現 我就會在那邊 吐 你知道嗎 身體怎麼不乾淨 有一次他是直接 對 因為我們在同一個場合 然後他在電視台的時候 他就直接跟那個製作單位說 我這一集我錄不下去了 然後他就在旁邊開始吐 就算我還沒有講 然後我就說 這一集我有點不舒服 就一直在那邊乾 那現在他們兩個有乾淨嗎 乾淨了嗎 我剛剛就是先跟無尊 在旁邊目前沒有 是我在長相 那可能不是因為好兄弟的關係 是長相的關係 對 那少少女生不能開車 為什麼 那妳開車妳會看到 有時候眼前突然閃過這樣 可是我不是平常會去看到的 我都是那種感覺到 只是那時候我就是那時期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兩個常常都會出現到那種 會故意出來嚇妳的那種東西 就是他們跟得都好 比較皮嗎 應該這樣講嗎 比較壞 他們兩個能夠活到現在 真的是 八字夠硬 Eason 台灣演藝史上第一位 敢躺在廢棄多年的 荒涼的醫院的那個 那個台子叫什麼 練台 練台 手中台 洗大體的 洗大體的 結果 那個練台 石頭做的台子 他敢躺在上面 而且他的磁磚縫 因為他常年吸了太多的 大體的濕水 所以那個縫其實都還有味道 我一躺上去的時候 其實我就覺得 我好像就躺在他們的身上 那種感覺 Eason 我本來還想要誇獎你說 現在氣色看起來比較好 你講話以後我也 我也沒辦法講這種話 所以他現在回家躺床都不習慣 他把床換成練台 對 不要講 好 我們要來問一下 我們的來賓們 曾經遇過什麼樣的靈異體驗 第一砲 秀慧姐 第一棒 請上座位 我這是真實故事 有一次就是我有一個好姐妹 她本來都是跟她的閨蜜兩個人 就住一間房子 她們兩個是合夥員 她們開的是貿易公司 那個房子在長安西路 她那個房子是長長的一條這樣 她前半段把它隔起來 當作辦公室使用 後半段她隔一個 就好像小套房這樣子 住家 對 所以後面是 到底 如果沒有開那扇門的話 不知道是晚上還是白天 你們如果沒有開燈的話 是伸手不見五指的 那有一次她那個朋友就要去美國開會 然後她就說 秀慧秀慧 我一個人 沒什麼敢睡 你可不可以晚上來陪我睡覺這樣 我說 好啊 去的第一天 睡下去之後 到了半夜 聽到這樣 一聲 那我們兩個同時從床上這樣彈起來 我說 那是什麼東西 什麼聲音 什麼有小偷 她說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床下有那個手電筒 她就拿起來 我們拿在手上 然後把房間門一打開 打開是一個小客廳 那一出去 我說趕快你去把電燈打開 打開 門也沒有被破壞 也沒有被打開 也都沒有 我說那為什麼會有那種聲音 那很奇怪 上下看都沒有什麼異樣 結果我眼睛轉過來 她的牆壁有魚缸 那時候很流行在養紅龍 然後就魚缸 我就看到魚缸的水就這樣 魚波蕩漾這樣子 一直震動 那一絲紅龍 很害怕的表情 就一直在那邊轉圈 然後她的頭是裂開的 你說那個魚 魚 紅龍 然後她的魚臨 好像被指甲這樣劃過 所以她一直在轉的同時 在血水是一直一直一直的飄 那我說你看 那個魚怎麼這樣 她說我知道 因為魚缸裡面都會放金魚 給那個紅龍吃 她可能是為了要追那個魚 所以去撞到 沒事 來去睡 好 沒事 好 那就睡吧 又睡下去 我那一天就夢了一個夢 我的夢境 我就躺在一張白色的床 然後蓋著一個白色的背 四處都是煙霧瀰漫 有兩個人在對話 女的 但是無形 只有聲音 她就說 這個女的 她家住哪裡 然後旁邊那個女的說 你不要傷害她 你不要傷害她 她很善良 她很好 你不要傷害她 你也不要去她家 她說為什麼我不能去她家 我就警告她不要再來 她還來 我一定要讓她好看這樣 然後她說你不要去她家 她家有一尊觀世音菩薩 很靈驗 你不要去 去了你會傷害她 她說我不管 我就要讓她好看 她講觀世音菩薩的同時 我在夢境當中 就剛好看到我們家那尊觀世音菩薩 發出24道的光芒 眼睛幫我一次 我就醒了 我心裡想說 為什麼我會夢那個夢 好奇怪 心裡好害怕 想說不要睡 是不是這個床不乾淨 不要睡 然後我就去廁所 我想說刷牙洗臉 我要趕快回家 我就拿起洗面乳 急著 我就洗臉 一般我們洗臉 妳知道妳臉有幾瓶嗎 多大 多大 妳就要這樣洗 我這次洗臉 我要這樣子 我就嚇到了 我就趕快看鏡子 我的媽 我的臉總兩倍大 像我現在臉兩倍大 我說怎麼 怎麼可能總這麼大 好恐怖 很恐怖 我就嚇到 我就回去 我媽帶我去看醫生 醫生說 妳吞口水會痛嗎 不會 臉會痛嗎 不會 妳有發燒嗎 沒有 他說怎麼那麼奇怪 沒關係 我還是開消炎藥給妳吃 妳還是乖乖的吃 好 那一天 因為我多晚上才去他們家睡覺 然後到了晚上 我又去 去那一天晚上睡下去 我就沒有再起來過 沒有 到了隔天早上 我那個張姐要叫我 我就叫她不醒我 叫她不醒我 因為他們家隔壁就是醫院 然後她就叫他們裡面的幾個壯丁 幫我抬到醫院去 醫院做檢查 什麼斷層掃描什麼都做 我的身體就是沒有什麼異樣 但是就是昏迷不行 這時候她就打電話跟我媽講說 妳女兒不知道昏迷不行 她要打電話 妳幫她拿幾件換洗的衣服來這樣 好 我媽媽說也奇怪 我也很有貴人 我們在那家洗衣店 洗了20幾年的衣服 我媽媽第一次要去拿我的衣服 發現她怎麼有一個神桌拜米 我媽就問她說妳怎麼拜米 因為沒有 這是我們都有在幫人家做米掛 做膳事補米掛 她說那妳幫我們家阿慧補一個米掛 她為什麼昏迷不行 一補下去說妳的阿慧在哪裡 她說現在在便宜 她說她昏迷整身 對 她說妳先這樣 怎麼會這樣子 不要再躺在醫院趕快去公廟 看誰會改善 解煞的那種 然後她就叫她兩個朋友來 要幫我抬走 妳知道嗎 我那時候的體重大概3839 那兩個人要抬我 還抬不動 3839很輕 對 兩個壯丁 然後醫院就說妳如果要出去 妳要簽切結書 要不然妳在外面 死掉或怎麼樣 我們是不負責 我媽就說好 沒關係我簽 後來他們就把我抬到一個公廟去 然後就是讓我坐在一張椅子 當我醒來的時候 我就看很多道姑 淚流滿面 就說那個我身上的鬼魂 天啊 在跟她哭訴 天啊 對 在跟她哭訴 然後所以那個師父就問我說 妳昨天人是在哪裡 我說我就在這個張姐她家 她說她家有很多髒東西 那妳就先回妳的家等我 那個師父叫我回我家 她就去她家 一看之下 那個家有兩個女的 一個小孩 那個小孩晚上就專門玩那個魚 他很愛玩那個魚 所以那個師父就問他說 這是明宅 妳跟誰進來 他說我就跟一個 很有佛緣的人進來 進來之後我就覺得這邊 就是很適合我們住 我兒子也很喜歡 所以我們就待下來了這樣 他說妳要離開這邊 妳如果不走的話 我就用強制的方式 如果我請妳妳要走的話 妳可以跟我談條件妳要什麼 他說 那我們兩個一個人要兩套旗袍 我兒子要一支槍 玩具槍 好 後來就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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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給他 後來師父就來到我家 來到我家 他就拿起一把箱 就唸唸有支 唸什麼 好 大概他說 等到黃昏妳的臉就會好了 火不起來師父走了之後 到了黃昏我睡了一覺 我起來臉就正常 他那個陰氣那麼深 他怎麼沒有去弄妳的朋友 張英姐 因為我那個朋友 他巴士很重 而且到後面我才知道 原來他們家那個樓層 隔壁是醫院 隔壁的樓層那個也是太平間 就在樓上 我嚇死 我說我怎麼不知道妳家是醫院 妳早跟我講 我就不敢來跟你睡了 因為我又很容易被卡到的 那種體質 所以他是跟我進去的 所以妳是可以看得到的 對 我有一段時間 我有一段時間是這樣子 然後我去給人家借廁所 那個廁所 外面是很乾淨的店面 進去是 他們那個房子都是 因為為了店面 其實那都是五六十年的樓層 廁所很舊 我一進去 我就覺得不對勁 好像很硬 但是我又想上廁所 我就上完廁所起來 要洗手的時候 我看到一坨 我眼前這邊一坨黑黑的 我想說 這個黑夜是什麼 我就一直在看的時候 我心想說 不妙 她是鬼 結果我要趕快走 我一轉身跟她相撞 撞其實是什麼感覺 撞就是我不會痛 但是滿眼驚心 你會覺得她是從妳的身體穿過去 妳以為妳是穿過她的身體對不對 對 沒有 她是整個那種黑黑的東西 穿過妳的頭 穿過妳的身體 躺過了 那怎麼辦 被穿過以後要怎麼辦 去收金 沒有 我就趕快 我想說門一定打不開 門一定打不開 從我門打開 趕快跑出去 我第一次跟鬼相撞 而且真的是滿眼驚心 好恐怖 我那段時間這個 運氣一直超差的 會有一段時間 不會永遠都這樣 對 好恐怖 你想要第二次跟鬼相撞嗎 來 謝謝修惟姐 謝謝 來 Eason 撞一下修惟姐 來 妳要講到什麼很可怕的故事 對 我這一次要講的是 前一陣子而已 就大概發生在上上個月 然後因為 那個時候我人在花蓮 那我有一群好朋友 他們就想要來花蓮找我玩 那因為天氣很熱 我就想說 好 那我就帶他們去西邊好了 我帶他們去 其實我平常我覺得 是非常安全的一個水 它有瀑布 它有深潭的一個水域這樣 大家在玩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天氣還在好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可是玩到快要天黑的時候 突然他們當中就有一個人 然後就是上岸以後 就是一直吵著要走這樣子 他說他身體很不舒服這樣子 然後我就問他說怎麼了 他說他感覺那個水裡面 很像感覺好像是有什麼東西 一直想要把它往下抽這樣 然後我就說 你這個就是太少玩水了 因為其實像這種水域 他們都會有下面都會有暗流 然後或者是大石頭旁邊都會有那種 就是一股水的力量 會把你身體往外抽 比較不熟悉水性的人 可能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有人在拉他什麼的 然後抽筋什麼的 但是他們就還是堅持說 他們不玩了他們要先走這樣 所以我就一個人 留在那個溪床旁邊 我就開始慢慢的在收 那些烤肉的東西 游泳圈什麼這樣 當我全部都收完 然後要把它放回車上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天已經快要黑了這樣 那我就最後東西收完 我就上車 那我上車以後 因為我習慣 我第一個動作都是打倒車檔 車只要抹出來一點以後 你才比較好出去這樣子 那我當時我就打倒退檔的時候 我就一直聽到我的那個 汽車的那個 後面的那個雷達一直 就一直在叫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可是我剛剛在那個行李箱 在放東西的時候 那個地方明明就是空的 後面也 因為那個時候 只剩下我在家裡車了 後面也沒有其他的車子 為什麼那個感應器會叫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有可能是因為 山上會有一些水氣或什麼的 它可能那個水氣凝結在 那個感應器的圓圈圈上面 那它以為是有 對 以為是有物體這樣 或者被樹葉弄到因為 然後我就拿了衛生紙 我就關車門 我就到後面去 我想說把那個倒車雷達擦一擦 那我在擦的時候我就發現 不對啊 當天天氣很好也沒下雨 為什麼那個倒車雷達會一直離呢 對 我就要反覆的回去這樣 每一次倒車 開始鼻鼻叫 一打它就叫 一打它就叫 我就想說 那我是不是車底有問題啊 所以我最後一次我就是趴 就是走到那個後車廂後面 然後我整個人跪在地板上面 然後我就往那個車點的那個方向看 會不會是車底有什麼東西卡住了這樣 結果呢 因為我停在一個就是草叢堆上面 我就在那個車底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雙 已經完全濕透的 小朋友的鞋子 然後它那雙鞋子上面還有那種 就是毛茸茸的 因為它是那種毛茸茸的那種材質 然後全部沾滿了水這樣子 整雙鞋是濕搭搭的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納悶啊 當天我們是完全沒有下雨的狀況 然後地上 地板也沒有積水 為什麼會有一雙全濕掉的鞋子 對 從哪裡來的 對 在我的車底 在車底啊 對 在我的那個車底 結果呢 我一上車 然後我這一次 我在打那個倒車檔的時候 不是會有那個螢幕顯示 那個後車的那個影像嗎 我就看到我那個螢幕本來是 清晰的影像 然後慢慢… 就變 有點像起霧那樣的 模糊 對 越來越白 越來越白 最後整個畫面全部都變白 然後我去盯著那個螢幕看想說 該不會連這個也都銷斗了吧 當這個我盯著螢幕看的時候 大概在兩秒鐘之內 砰 突然有一個黑… 就是一團黑黑的東西 就直接出現在那個螢幕上面這樣子 然後那個東西還會移動 後來那個東西慢慢… 退開了以後 我就看到 是一個小朋友的那種 臉的輪廓 看到這種最可怕 然後 他的那個頭髮是 全部都是濕的 然後撲在那個臉上 你的螢幕上 像我的螢幕上面 這麼清楚 對 然後我那個時候心想說 那他不就在 已經貼在我的那個車子的後面 他的眼睛嗎 他的眼睛是兩個黑黑的 像窟窿那樣子 你看不到他沒有眼珠 只有窟窿沒有眼珠 對 你看到那個窟窿這樣子 我那個時候嚇到 我想說不行 我不管後面是不是 是不是有物體 我就直接走過去 在竹子湖那邊 那一帶 也有一個船比較模仿來看 所以其實很多的好兄弟 都會喜歡聚在山邊 或是山上 他就覺得他的門口有人 然後一睜開眼 有一個老外 站在他門口看他 一個男人 這個太恐怖了吧 他就說看到一個老外 站在他門口這樣 然後我妹就看到 他都沒有尖叫 我妹就是整個坐起來 等一下 記得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支持 11點熱炒店的YouTube頻道 我那個時候嚇到 我想說不行了 我不管後面是不是 是不是有物體 我就直接 撞過去 沒有 我就直接 就是低檔一打 然後油門一踩 我就趕快先 趕快跑啊 對 趕快先跑這樣子 可是他或者是 黏在你車子上 對 然後我就 後來我的螢幕 就一直是跳成那種 灰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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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 我就趕快開回去 開回去 逝去以後 就把這些 把剛剛我發生的這個狀況 跟我的朋友講這樣 然後我的朋友就說 其實他下午的時候 他們在玩水的時候 就真的覺得那個水域 不太對勁 對 就是一直覺得說 好像有東西在拉他這樣 我就說好 那我們要不要一起 晚上的時候 就到那個 花蓮一間有名的那個大廟 然後我們去問那邊的廟工 然後呢 就是收金啊 然後就是燒福啊 什麼什麼的 當天晚上我回家的時候 其實我這個事情 我還是瑜伽有蠢 還是覺得很緊張這樣子 所以我那一天就睡不好 那我睡不好的話 我半夜我就起來想說 要上個廁所這樣子 結果呢 因為我家的地板是那種 水泥的那一種 所以如果上面有什麼 就是痕跡的話 其實會很明顯這樣子 那我那個時候把燈 一打開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嚇到完全說不出話 幹嘛 什麼東西 因為我看到我的床旁邊 有一個一個一個 小小的那種 腳掌印 然後是那種 絲哒哒的那個腳掌印 他就是看上你嗎 對 他就是一路從門 我的門口這樣 一路一路一路這樣 踩到我的那個床邊來這樣 我那個時候我真的 因為我不 那你找那個師傅就不理嗎 對 那個師傅沒有 你把他趕走 對 我後來 我當天晚上我就沒有睡覺 我就直接 我又再去找我的朋友 然後我就說 不行 我們這次 我們等一下一群人 就是再回去 我們剛剛 我們今天下午玩水的那個地方 所以就在那個 當時我停車的那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擦香 然後就是拜一些 小朋友喜歡吃的零食什麼的這樣 白天的時候 對 白天的時候 後來你回到那個地方 然後做一些拜託的 他就離開了嗎 對 我後來就沒有感覺到 你確定他離開了 對 因為我後來 因為你這個人每次都 你知道 白天的時候我們都很緊張 他會不會還躲在車子 我就很擔心 所以我現在 有時候我車子 倒車的時候 我其實都會有一個陰影在 陰影 因為那個螢幕太可怕了 倒車顯影會變成有壓力 有障礙 所以倒車顯影是可以 萬一有一天你半夜開車 發動 然後要打阿檔 然後倒車顯影 叔叔 叔叔 我在你後面 他會講話吧 那個美國之前有那個紀錄片 就是好像一個年輕夫妻 然後生了一個孩子 然後他們就開始放那個家裡 那個寶寶監視器 專門去看 看那個小孩的旁邊 寶寶監視器 然後那個時候好像還沒有螢幕 還是那個螢幕就是很弱 但是他們每天晚上睡覺 就會開始從那個寶寶監視器 他們在耳邊就聽到小孩的房間 傳出很奇怪的聲音 我的天啊 然後去看的時候小孩都是這樣 坐起來的 天啊 就是小孩都沒有睡覺 也沒有在哭 但是回到房間你又聽到 好像小孩在講話 就是跟旁邊的在講話這樣子 就是永遠是用電器 像錄音機那種監視器什麼的 傳達的 很可怕 那種嬰兒房很可怕 好 你現在平安就好了 好 謝謝 來 交放給下一位 浩如 浩如感覺八字應該是 對 我算是還 很強的 八字滿強的 氣很足 你有肉眼看過Ghost嗎 我沒有 但身邊的常常有 像我常常跟我妹妹一起去算命 每一個算命 不管算什麼鐵板 紫薇斗樹 每個人都說我的命是比較硬的 我的妹妹會比較弱 我現在講的故事就是我跟我妹妹 我們全家人一家四口 還有我妹妹 我們去澳洲旅行 然後我們去澳洲 因為我們都是自住旅行 我們都是租那種Airbnb 就是你有廚房一整層的 然後我老公說那一間很便宜 前院後院加起來都快100坪了 一個晚上不到3000塊 台幣很便宜 可是因為西澳本來就比較 觀光客本來就比較沒有那麼多 西邊澳洲那邊 所以我們那天去住的時候已經晚上了 覺得看到前院好開心 她還有一個小的 小的陽台放了兩張椅子 很可愛很像電影那種 我們進去就很開心 三間房間 最外面那間是個單人房 所以想當然了 就是我妹妹會睡那一間 然後第二間 再走進去一點 第二間是雙人房 就我跟我女兒睡 最裡面那一間 因為床最大 然後可能是主臥或幹嘛 最大間 所以就是兩個比較大張的 我老公跟我兒子 睡在最裡面那一間 然後我們東西放一放 也大概看了一下餐廳 看了一下他廚房 我們明天早餐的這些 東西要放哪裡 我們大家就去睡覺了 就那天晚上我女兒跟我睡 我們是雙人床 那我女兒那個時候 大概也大概五六歲了 然後她就那天晚上就碰 睡一睡摔下床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說 妹妹妹妹 怎麼睡下去好可憐 趕快你上來上來 那你知道小孩子摔下床 也常有的事 我女兒就睡眼猛中就 又爬上雙人床 她們也不會哭 就回去了 對 因為她自己也 因為她自己也都還在睡覺 又爬上來 我跟你講 睡沒多久她就碰 又爬上去 我心想說這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都已經把它拉過來了 我說妹妹妹妹 然後我女兒就有一點 要哭要哭 妳不要推我 我說媽媽沒有推妳 不是媽媽推妳 我說妳在做夢 來 那不然妳睡媽媽這邊 我還把被子 跟她一起蓋這樣包起來這樣 我說不然媽媽摟著妳 妳就不會下去了 我跟你講 她又掉下去睡一睡 她又不 她就說不要推我媽媽 妳為什麼要推我 妳就在那邊哭 然後這件事情 後來也就到早上 也就沒什麼事 我們一家人吃早餐 自己Airbnb都自己弄 弄一弄我妹 早上起來 然後就坐在那邊 吃早餐吃一吃 我妹就突然跟我們大家講說 請問一下 有誰可以跟我換房間 她問我兩個小孩 誰可以晚上跟阿姨一起睡覺 她就說不然的話 她就問我說 楊皓如妳那一間雙人房 還擠得下我過去睡嗎 我就說幹嘛 然後她就說 沒有 我昨天晚上好像是做夢 她說我不曉得 你們有覺得晚上 家裡有人走進來嗎 然後我們就說沒有 沒有 然後後來我就去她房間看 我說妳房間怎麼了 妳覺得昨天有人進妳房間嗎 然後我妹就說 你看我床頭 我都把我的那個佛珠 還有福 還有什麼那個紅線 她說妳看我都擺出來了 擺在床頭 她說我大概早上才睡好 她說我昨天晚上沒有睡好 她說今天誰可以跟我換 昨天晚上就是睡睡睡睡沒多久 因為她在第一間 她有聽到有人開門進來 開大門進來 她心裡想說 會不會是我聽錯了 不是大家睡覺 沒有人會進來 但她過一下下 她就覺得她的門口有人 然後一睜開眼 有一個老外站在她門口看她 一個男的 這個太恐怖了吧 她就說看到一個老外 站在她門口這樣 然後我妹就看到 她都沒有尖叫 我妹就是整個坐起來 然後想說妳是誰 然後那個老外看了一下 然後這樣 老外就轉 就走了 就走了 對 外國人的房子都是餐廳 連廚房 連那個laundry 就是洗衣機 他們都連通都是沒有門的 然後那個老外就 看著我妹 就往餐廳 走到廚房 再走到那個洗衣機那一間 然後洗衣機那間 再推開門出去是後院 但我們第一天晚上去住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去後院看 因為很大 晚上太黑了 就那男的就這樣子 一路這樣往走 走到後面洗衣機那邊 就出去就不見了 這樣 然後我妹心裡就想說 這到底是她在做夢 還是真的有一個老外的男的 走進來 所以她睡覺起來 但我們都沒有看到 那想必可能就是她在 她在做夢或是幹嘛的 那因為我女兒 前天晚上也一直被推下去 然後我就問我女兒說 妳為什麼會一直掉下床 然後我女兒就說 因為妳推我啊 我說我沒有推妳 媽媽怎麼可能推妳 她說有這樣 那我就想說 那這件事情 串在一起 感覺是有點不太舒服這樣 然後後來因為也就天亮了 然後我們家也要亮一些 泳衣啊什麼 吃完早餐 我就跟我妹講說 不然的話我們就到 後院去走一走 她後院很大 然後我妹也很想去看一下 因為昨天那個人走到 後院去之後 我妹說那個人走到後院 她感覺到那個後院 有一間小屋子 可是那個人進去 屋子就不見了 小屋子 可是我妹 我們都沒有去過後院 然後我妹就說 妳去看看那個後院 是不是有一個 還有一個小木屋在那邊 結果我們吃完早餐 我跟我妹還有小朋友說 走 我們去後面院子看一看 我們就從洗衣機那邊出去 欸 她真的也有一個小院子 往後面走 我們就真的看到 一個小木屋 但是它不是那種 住的小木屋 它是比較像老外 儲藏式倉庫的那種 放了割草機啊什麼的 對 然後我們就走近看 那它那個小木屋 感覺就是倉庫 但是它是上鎖的 然後我就跟我妹說 所以妳昨天看到的是這個嗎 然後我妹就沒有講話 我說天啊 然後後來我們就在 因為它後面還有 然後我們就再往後面看 我們再往那個小倉庫後面看 簡直就是腿有點軟 因為我們往後面看的時候 它後面有一棵大樹 然後那個樹下有一個種 它用土堆的一個 而且不是小小的 它那個土堆了大概有我們 如果我們站起來 它那個土這樣堆 堆了大概有這麼高 堆在那個倉庫後面 但是說真的 我們也不知道 它後面那堆的是什麼 然後我們那時候 有很想要問房東 因為Airbnb的房東也不會出現 老外都是這樣 我們也很想寫信去問房東 那是什麼 東面頭想說拿那個來挖看看 不要亂挖 她的倉庫已經是鎖起來的人 但是你也可以解釋說 那個是他們自己的一些 除草機或什麼工具箱 但是它後面那個 這麼高的種 其實我們想說老外 可能是習慣把一些寵物 可能就是埋在自己家院子 可是它那個那麼高 老外不是常常就埋在家裡面 對啊 他們的骨灰就放在家裡面 自己埋在後院 所以我妹說 她昨天看到的這個男的 是往後面走過去就不見了 家裡睡覺的時候就開始 當我看到了那個東西之後 我開始會變得容易被鬼壓床 而且被鬼壓床都是同一個原因 是我做夢 而且那個夢都是同一個夢 什麼夢 那一晚睡覺的時候 我就夢到 有一個女生在一個大樓 反正我就站在一樓 就是路邊這樣 然後那女生就在上面呼喊說 你在這裡喔 好 那我們要下去囉 可是她的下去不是說要下來 她是從上面那個位置跳下來 11點熱炒店 所以我妹說她昨天看到的這個男的 是往後面走過去就不見了 因為老外真的他們 他們如果說有人走掉 他為了紀念他 他可能就帶回家 你看妳都被蜘蛛毛蠶身 蜘蛛毛為什麼一直蠶身 為什麼 一直剝不掉 對 我跟你講那天我妹就真的 把那整個陣頭拿出來 擺在那個餐桌上面 然後我妹妹就跟我們睡後面兩間 那因為我們那邊就住三天兩夜 再睡一夜 我們就趕快 隔天早上就趕快走了 國外有很多Airbnb 尤其在那種比較不... 不是因為澳洲有的時候 比較鄉下 他那些房子 你也不曉得它是什麼房子 為什麼拿出來做Airbnb 裡面是裡面有人走過 還有太便宜的地方 一定都必然有炸 要小心 對 謝謝浩如 真的是很可怕 無尊 該妳呢 妳在幹嘛 妳為什麼要鬼鬼 是不是也從我們後面走 沒關係 妳幹嘛 從我們後面 這個時候不要從我們後面 對啊 就是 這件事情是發生在 我差不多高中生大學的時候 所以其實算 蠻舊以前的事情 然後那段時間 因為家裡有一些原因 所以我跟媽媽先搬出來 先外面先暫時住個一年左右 那時候我們是搬到北投 那北投是位在陽明山 那那個地方其實在竹子湖那邊 那一帶也有一個舊名叫摩西亞坎 所以其實很多的好兄弟都會 喜歡聚在山邊或是山上 那那個時候我們住的地方也是 算是小小的山坡 那也算是山上的感覺 所以妳很明顯可以感受到 山上的濕氣 跟山上妳會覺得好像有點 不是這麼順暢的一種感覺 反正那時候一搬進去的時候 那因為是暫時跟臨時找的房子 所以她那房子算蠻舊的 它是舊到有 它是舊到 你被纏繞 對 我被纏繞 我那時候一進去的時候 是第一個感覺 就像我們有時候買房子 看房子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這間房子的磁場 或是氣場 跟你是不是合的 那一進去的時候 她的風水就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好險 好險我剛剛錄影前有些尿尿 就是 想說什麼東西在動 嚇自己 對 就是 來 扶正 扶正 那因為她那個風水很奇怪 她那個因為是舊房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她一開門就見照 她一開門就是廚房 開門見照 對 脾氣暴躁 爐灶 就是 對 你看了就想要照 然後一開門之後 她那個爐灶就在你正前方 然後正前方之後 你右轉進去是客廳 但她的客廳也都是那種木頭地板 奇怪 她木頭地板也是那種很老舊的 甚至她的上面還有那個吊扇 它是比較舊式的那種房 但因為臨時早了 所以就也沒關係 反正只住一年 那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還記得 剛搬進去沒多久 那個狀況就開始來了 你會聽到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會有 的這個聲音 但是熱上的人說 可能也會有這個狀況 但它是很固定的 晚上開始會有 它是那種慢慢 它不是那種 那有時候是兩聲 有時候是三聲 就這樣持續了很久 那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會不會是我媽來敲我房間的門 我媽會不會是 晚上半夜來敲敲看 可能看我睡了沒 看我會不會回應 我就過了沒多久 問了我媽說 媽你是不是 晚上會來敲我房間的門 因為其實很近 我媽說沒有 我才想問你 是不是半夜 會來敲我房間的門 後來有一次在叫 叫的時候 我想說 我想知道到底是不是 我媽在敲 或是打開 至少可以知道說 到底是發生什麼回事 有沒有人之類的 但因為那時候年輕 所以比較 也比較沒有這麼的害怕 但是一開門的那一瞬間 我是有點嚇到了 因為我房間 因為晚上我會習慣 把燈全部關開 客廳不管也是 家裡不會有任何一盞燈光 就是 你要留一盞燈啦 可是我就不會有這個習慣 對 然後一開門之後 整個是黑的 那黑的之後 我就覺得 這個黑跟我平常 就是看到我家的那個黑 是不一樣 它是有一種像 無限延伸的感覺 那無限延伸出去之後 然後我又看到我們家 因為我不是說有吊扇嗎 那那個時候 我是很清楚很確定的 看到一個黑影 它在這樣子圓圓的在繞 就是好像有一個黑黑的影子 飄在空中 它是圓圓的在繞 圓圓的在繞 我就 是有看到什麼東西嗎 就是我想說 好像是電風扇在轉 那電風扇上面 好像綁著什麼東西 然後那個東西的大小 又像是一個人的大小 它是這樣在繞 可是我嚇到之後 我一開燈 是電風扇是停止的 它其實是沒有在轉的 也是沒有在開的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好 我又關燈 關燈之後 你又看到那個東西又在 可是它就沒有在繞 它就是掉在那個地方 是人的形狀嗎 人的 我不確定是人形狀 它也是有點長條形的 就是這樣 但我看不清楚 因為很黑很暗 但就是一個感覺 有個東西在那邊 我關燈之後第二次是 它就是定在那個地方 就沒有在繞 我說好 我就趕快關門 後來我在家裡睡覺的時候 就開始 當我看到了那個東西之後 我開始會變得 容易被鬼壓床 而且被鬼壓床 都是同一個原因 是我做夢 而且那個夢 都是同一個夢 什麼夢 我在睡覺的時候 我會夢到我一樣在我家 你好像沒有睡著 你就睡醒了 站起來 你就往外面走 那外面一樣 是整個都是黑的 我開我媽的房間門 一打開是 有一個女生臉 就是這麼緊的貼著 而且是連續夢到了四五次 長什麼樣子 它是一個眼睛大大的 然後就是 不是很開心的那個臉 但是因為它貼我太近 所以基本上 我只能看到它的臉 跟脖子以下 可是它的脖子 是有割開的痕跡 是割開 我不知道是割開還是裂開 的那個樣子 所以因為貼得太近 只要這個臉一出現 我就會被嚇醒 然後我都沒有辦法動 我只有眼珠可以動 那眼珠可以動 到後來是一次 兩次 三次 其實我當然可能身邊 都沒有什麼狀況 第四次我那時候也是一樣 就這樣醒來之後 是聽到房門是 可是你白天起來 你會記得嗎 那是白天發生的 白天發生的 白天發生的 就是我有睡午覺的習慣 所以扣 扣 扣 然後是一直扣到我 沒有辦法動 扣到那個聲音沒了的之後 我才能動 所以當下我就覺得不太對勁 覺得這個房子 應該是有些什麼問題 就這樣中間一直不斷 斷斷續續的 我一直遇到這個狀況 後來是我們要搬 要搬回去原本住的地方了 那時候請搬家工人來搬 那那個時候 搬家工人是一個大哥 就是可能四五十歲的大哥 他就進去我媽房間要搬 他就直接跌倒 跌倒 然後我想說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說 我說怎麼說 他說 他有感覺 他有感覺 就離開之後他就說 你們房間有一個女的 他就一直在那個地方 而且他是 他不是站在那個地方看 他是緊貼著牆壁 然後有一點點腳懸空 就是差不多 他說大概這樣的一個高度 然後腳懸空 然後就這樣貼在那個牆壁上面的角落 所以就是看著他 然後眼睛是比較銳利的 是很生氣的 可以看得清楚他的表情 跟他說這邊有點裂開的感覺 所以等於說 跟我夢到的是一樣的 太可怕了 那因為其實當下是覺得 不可能就是 因為我跟那個搬家工人 是沒有穿動好了 那後來我們就請我媽媽問問看房東說 就是這一間房到底有沒有出過什麼事情 然後房東才說是樓上的樓上 曾經有個女生在那邊上吊 所以樓上的樓上是空屋 然後後來都沒有再租出去 或者是也沒有賣出去 那可能是因為我們剛剛搬進來 他覺得新鮮 覺得新奇 那後來我就在想說 那個呼呼呼的聲音到底是什麼 那我那個時候的感覺是 有可能是吊著 然後腳在撞那個門的那個聲音 太可怕了 好 我們現場的 通靈少女 少少 妳現在感覺現在我們這個環境 是OK的 對 我剛剛來的時候就沒什麼事 但我自己有戴護身符 你看 我們就應該用護身符的錄影 我們每一集都找一個人通靈 如果他覺得這個地方氣氛不對了 我們就不講了 我們就改講婆媳了 婆媳 婆媳 這是我發現在兩... 去年還前年的事情 然後因為那時候跟我那時候的男朋友 我們就去花蓮玩 然後又去台東 然後那一站剛好到台東 可能都一整天都累了 所以我們就有吵架 然後那時候已經半夜十一二點 然後那時候我就... 就是因為不開心 就想要離開 想要出去走走 我就出那個飯店門口 然後我想要跟我朋友講個電話 因為台東那個地方就沒什麼車子 然後... 就是我在走走走 因為人行道 我在走的時候 然後突然間我就... 感覺到前面有一個紅紅的... 一條東西 在在... 就都沒有車子 因為台東那個地方 就沒什麼車子 然後... 就說我在走走走走 因為人行道 我在走的時候 然後突然間我就... 感覺到前面有一個紅紅的... 一條東西 在在... 對,我遠遠看 因為我就是... 其實有點近視 然後... 通常你看到的東西不是會繞過去嗎 對啊 對,然後我就簡單講 我就繞 然後走到一半我想說 剛剛那是什麼啊 就是... 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怎麼知道繞過去 如果真的是那種東西 你繞過去不就會被發現 你要假裝... 不要讓他知道你看到他的 為什麼 有冤屈或者是有事想要... 他就會找你 對 所以你看到你要裝作 你沒看到 沒看到 很恐怖 看到你大尖叫然後跑走 那你走了... 你故意要繞開 你怎麼知道要繞開 那就是你看到他了嗎 對 應該不會被發現吧 然後我想說 就邊講 然後邊假裝看一下旁邊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 轉頭看 看到他的時候 他已經面向我 然後看著我 這樣 很可怕 一直看著我 我就說那你等我一下 我先掛掉 我就掛掉 馬上打給我的男友 明明在吵架 我還變自己低頭 跟他先生說 你在哪裡 你有這房間嗎 他就說 怎麼了嗎 我說好 那你 我現在要回去 然後他也覺得莫名其妙 他以為你想通了 可能之類的 然後我沒打開 他看到我的時候 因為他知道我那個體質 就說 那你可以在我旁邊嗎 就是你不要亂走 對 不要離開 他說好 那他也不敢睡 他也是都一直在旁邊 他整天都沒睡 他一直到隔天早上 然後他說 我說你都沒有睡 他說沒有啊 因為我怕你 就是半夜有什麼事情 可是他擔心的點 不是因為怕我出事 是他怕我可能被附身起來 殺他 弄他 對 當下擔心的點是這個 然後我就 你怎麼知道那個人 那個影子沒有跟著你一起 對 所以他就 而且因為你體質比較感應得到 他就附身在你身上 他擔心少少被附身 然後這樣子行事走路 然後去那個飯店 不是那種著冰的冰桃 對 他就是直接 把他的頭當冰框 然後我那天起床 我去廁所照鏡子的時候 我就看到我的印堂這一塊 是青色的 整塊嗎 對 很明顯 就輕輕的這樣 然後我們就是先 還是把那天的行程走完 就出去的時候我就覺得 好像還是我中暑 因為 怪怪的 對 就是那個累的感覺 就是會 就是 也說不上來那種疲勞 然後 就是我自己突然就這樣感冒 然後那個感冒就是 到晚上就會特別明顯 我吃感冒藥也沒有用 之後是 那換你怎麼辦 對 然後就那時候 我的氣色都很差 然後我的 他那個輕輕的都一直在 他已經是變黑色的 那天 我記得有一次我睡覺 就是那一晚睡覺的時候 我就夢到 有一個女生在一個大樓 反正我就站在一樓 就是路邊這樣 然後那女生就在上面呼喊說 你在這裡喔 那我要下去囉 可是他的下去不是說要下來 他是要從上面那個位置跳下來 然後我就看到他 那我知道我旁邊有兩個 夢裡面有兩個好姐妹 他們就這樣勾著我 他們說 他要下來 我們就趕快移到旁邊 然後他又在上面的位置 看到我移到旁邊 他又移過來說 你在這裡喔 那我要下去囉 你好可怕 他這樣跟著你 對 他就一直在上面 一直在對著我 看著我在哪裡 他一直要跳下來 然後我想說我這樣一直移 都不是辦法 因為他就是要 找到我在哪個位置 還要從我正上方下來 然後第三次他又在講樣的話 我心裡想說 不然你就跳吧 你跳完那瞬間 我再移位置 我那時候是這樣想 然後他就一跳的時候 我就真的往旁邊移 然後我這個夢終於醒來了 我就說哇 我超不舒服這個夢的 然後就去找老師 然後一進去 然後那個是一個阿嬤 那一進去我就坐著 然後他就這樣看著我 他就是這樣笑笑的 然後就把我的左手握著 然後我什麼都沒有講 他就說 你最近有沒有做夢啊 就是夢到類似跳樓的夢 他講這句是害的 阿嬤在哪裡啊 然後他說 他就發現到我看到他 他就是來抓交替的 他說我在過沒幾次 就是如果沒有去找他 他說我在過一陣子 我可能就也會去跳樓 換你也要去跳樓 你也要去 那後來他怎麼幫你解圍 每個月就要是去燒多少錢的蓮花 就說因為畢竟就遇到 他說那是另外一種緣分 就是還是要幫他超度 很多事情 他也是有科學的解釋 這個就看你要信哪一種 還是老外巨 就平日不做虧心事 夜半終身到 謝謝大家 謝謝我 謝謝 我這樣握得很緊 我心裡又想著說 下兩秒鐘 在你面前就這樣 真的假的 結果後來我發現我的大腿 這是腿 玉琳哥 你的手 都還沒有比他大 我們就覺得說 現場這隻手是哪裡來的 我就又在非常執著 非常用力地想要動跟睜開眼睛 然後就在我平躺著 然後眼睛這樣慢慢地打 打開的那個過程 就一張臉在這個區域 加油 洗臉又炒臉最糟糕 不嗆不辣不上桌 糟糕了 怎麼辦 怎麼了 你最怕的月份來 真的 鬼門開了 鬼月來了 真的很可怕 中國人怕鬼 西洋人也怕鬼 都怕 鬼月你不怕嗎 鬼 對 我很少遇到這種事 但是為了要迎接鬼月 我們今天請來了 很多來賓們跟我們分享 他們真的撞鬼的故事 是真的 我們來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們 協志 月婷 月欣 嘎鈴 高警官 我們今天要請來賓們 我們今天有一個特別的 鬼區 不是 就是講鬼故事的一個區域 然後要請大家來分享 你的區域 對 你真的已經被 黑色鬼門已經傳好了 來 我們第一棒 第一 高警官 來 真的太可怕了 你有沒有帶艾草來 我 頭掉下來了 骨頭都掉下來了 來 高警官請 好 我講的 這個刑事案件是發生在 當時我還沒考上刑事警察工作的時候 我還穿著制服在巡邏 那時候我在中山分局 那那天我們 那大約在一點多的時候 我們無線電就通報 在龍安街接近 德惠街的中間 人家那個七層樓的建築物 下面的一個花圃 坐著一個女生 那坐著一個女生 那時候我們的巡邏車是 四個人在巡邏 那第一個想法就 在特種行業區域 那邊很多特種行業 那邊叫特種區 對 那唯一的想法就兩個 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 那我們下來的時候 我的學長 大我幾歲 幾七的學長 他是一個柔道的選手 100多公斤 可是凌晨一點多 他說龍安街後面那邊的燈 沒有像前面那一段那麼亮 所以我的學長就問他說 你住哪裡 從哪裡來的 那個女生頭就這樣 看著我的學長的臉 他說比樓上 住樓上就對了 那我學長說開… 這麼晚了 三更半夜坐在這邊很難看 因為他穿短裙嘛 結果我學長就是從他的 就是右邊胳膊 手軟的要把它拉起來 要把它拉起來 對 要把它扶起來 扶起來那一剎那 他頭本來是看著我的學長 結果那一秒鐘 我跟兩個其他兩個學弟 我們就趕快幫忙 因為那個時候以為是昏倒 我的手就順著他的大腿 要把它抬起來 一抬那一剎那 他整個骨盆槍都碎掉了 怎麼可能 那是什麼意思 骨盆槍全部都是血 那我們就快快快快 送去隔壁最近的慶生醫院 對 四個警察就把它抬到慶生醫院 其實他已經死掉了 後來我們就把它交給刑事組 去處理之後 我們也不把它當一回事了 回去就衣服換一換洗一洗 那我們過了幾天之後 我都沒有發現 我那個學長開始性情大變 完全 他本來是個笑嘻嘻的 然後他在林申北路 可以開巡邏車 開到時速六七十 林申北路人來人往 開六七十 很快 很危險 他完全變一個人 八兩斤踢小兵 然後他的眼睛只要把人攔下來 因為那個年代 只要把人攔下來 砰砰 然後就捶他兩拳 所以很多人不敢跟他上班 就覺得說 學長怎麼突然變得那麼暴躁 脾氣很暴躁 因為我們的寢室是 我跟他睡同一層 睡同一層晚上他都會講 說夢話嗎 夢話 突然一個多月之後暴瘦 我把他說他一百多公斤 瘦到剩下六十幾公斤 一個月內 一兩個月而已 我的天啊 瘦到整個脖子 我的天啊 還有這個罐全國都跑出來了 那我們就反映了 反映之後 因為他的親哥哥 也是我們台北市警察局的一個同仁 就上級就 我們的上級就跟他親哥哥講 你要不要帶你弟弟先去看精神科 還是要不要看他 看醫生 是不是有甲狀腺抗健 還是有什麼症狀 他就把他弟弟 就是我學長 帶回去他們故鄉 確定沒有任何的疾病 對 然後那個廟 他帶去那個鄭家的廟 那個廟跟他講說 你弟弟有卡到一個不好的 好恐怖喔 所以他休息了六個月 再回來警察局上班的時候 又胖回來一百多公斤 就好了 就好了 那這個事情我們就過了 我想說 可能是我學長他可能是不是 憂鬱症、躁鬱症 我根本就不相信這些神鬼 我們當警察是講科學的 對啊 哪有什麼神鬼 還穿著制服、杯子槍 還被你女鬼跟住 不要鬧了 隔了兩年 又考上了刑警 在文山二分局 那一天 農曆大年初二 下午三點多快四點 街道一通報案電話 景美夜市 旁邊有一個愛插百貨 他有個地下坡島停車場 就有一個驢子墜落在停車場 那天下著雨 那我自己一個人就拿一把雨傘 走到頂樓的時候 我就看到鋁兒牆上面 有一包藥、一包藥 還有一副女用的眼鏡 然後我就拿著雨傘往外一看了 看到停車道就走一灘雪 我說那這個人現在在哪裡 他說在三軍總院停車間 我就先趕快回去警察局 寫一些資料 送給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通知檢察官 率同法醫 馬上一起到那個 三軍總院停車間 我就把他拉出來 那個鐵架子 那鐵架子 拉出來 他蓋個白布 那白布 我就把他翻起來之後 他的臉是 整個臉著地 他的手 右手 高處著地之後 這個骨頭 從這邊跑出來 因為這個我講過一段時間 這個跑出來之後 他那個手指頭就是這樣曲起來 捲曲 重壓 這樣捲曲 開了這樣 整個臉著地之後 他這個臉整個跑過來移位 就移到旁邊來 因為他裡面停車間 有很多臨堂 臨位的那些 人家那個白色 要出山那種 出邊那種白色的毛巾 那個毛巾 我真的拿了兩條 把他臉擦一擦 你還敢做這種 擦他的臉 都血啊 你要照相啊 全身拍照 側臉拍照 右手拍照 沒身分證 完全找不到身分 不曉得大年初二 也不知道怎麼找人 不知道啊 這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就是 寫無名詩公告 家裡有沒有失蹤 第二個 就是查他的指紋 那女生如果沒有前科 他不會有指紋 對 當兵 男生是當兵 一男之後才會有指紋 那我採他指紋 那當下 因為他送到停屍間的時候 是乾兵嘛 乾兵 零下好幾十度了 兵到整身上 他手這樣握得很緊 這很緊 我心裡又想著說 下兩秒鐘 在你面前就這樣 真的假的 我沒騙你 法醫也看到了 因為警官要幫他申冤啊 檢察官也看到了 我們三個人就互相對演了一下 那我也就是把他手拉過來 你還要抓他的手啊 我要一個指頭一個指 一個指頭一個指頭按嘛 這個要我們做這種事 我們不敢耶 然後我就把他的指紋 十個指紋採好之後 迅速送到刑事警察局比對 Bingo 中了 知道是一個女生 因為憂鬱症 然後就親身 那用親身結了案子 隔了一年我去 調到台北市少年警察隊 那到了少年警察隊之後 到了民國87年88年的時候 我的學長說 我們去盧州布個線索 去找一條線索 那有一個巷子裡面的三樓 那裡面一個就是像一個神壇 但是又不是神壇 他不給人家拜拜的 那他就 我站在門口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 那個先生你先不要進來 你把你的深層八字給我 我說神經病 我的深層八字給你幹嘛 後來說那不然你名字給我 我就把我的名字給他 他在裡面就拿了一個那個金座 那燒紙籤那個金子 撿了一個人形 那不是有那個鈴鐺 剛完之後叫我進來 我說我學長也問他說 你寫的冰箱不要摸 他說沒有 然後他說那你想不想跟他講話 我說你把教室給我講話 然後他就把那個女的 用那個鈴鐺撿了一個人形 放在那個鈴鐺那個三叉口那邊 定在那邊 那個男的旁邊還有一個助理 本來是男生 突然變成那個女生的聲音 男生變女生的聲音 對 我本來還以為他演戲的 我本來都不會差別 我想說這個演戲 現在聲音有時候夾夾的時候 對 你好 你來這裡有什麼事 米老鼠 對 因為我想說 哪有這種事情 開什麼我講 他講了兩句話 刺到我的心裡 他說你爸爸和你媽媽 他是不是在民國幾年幾月死掉 我說這個我到新的單位 我從來沒跟任何人講過 我說那你是誰 他說在他死亡的那一刻 我拿著雨傘 在女兒牆那個剎那 他的魂魄要飛上來 飛到我嘴裡 他魂魄飛到我嘴裡 他說我也沒辦法走 你就給他跟嘛 然後他就 因為我那兩年也沒有什麼 特別倒楣 他說我也不會害你 對啊 我說不是啊 有時候還會幫你 我說你這樣不太好 你害怕嗎 我不怕 然後那個女的 就在我面前裝女生那個女的 不然你娶我 幫你娶我 我說我娶你什麼 他說明婚 我怎麼可能幫你明婚 然後他說 最後他說 那你要讓我離開 起碼你讓我穿漂亮一點走 然後那個先生 就叫我去買五件衣服 買了一堆水果 那五件衣服我燒給他 把水果給他 給他 給他之後我回去 反而得了憂鬱症 因為我常常睡覺的時候 我怕後面是不是會有人 緊張 疑神疑鬼 那這個是我自己 所體驗的事情 我覺得我到現在 也沒辦法去解釋 為什麼會有 不曉得不認識我的人 第一眼看到我 就可以講到我的很多事情這樣 那他真的走了嗎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 我是對鬼神之說 到現在還是保持一個存疑 不過我是相信有因果 那 因為我們不要用怪力亂神 去讓老百姓說 你下去 下去堵到鬼是怎樣 可是 到底有沒有鬼 我覺得 無形的力量是有的 那只是你怎麼稱呼他而已 那我的念頭很簡單 因為不是我自己害的 不是我害你 而且我是來幫你 尋找你的家人的 這個部分我是不會去擔心 那個女生 她有沒有跟著這個 我們看不出來 不過我們現場有人 是看得到的 嘎琳妳不是看得到嗎 我可以感受到 就是這個環境乾不乾淨 如果不乾淨的話 我會馬上就是頭暈 那現在妳的狀況 現在有暈嗎 現在其實狀況滿良好的 現在是健康的 那可以繼續錄下去 如果她會頭暈 我們就停止錄妳 對…我們改聊 我們要回家了 來…憲憲 妳的故事 我之前有做一個靈異外景 就是大膽旅行團 那這個節目做了好幾年 這個節目也就是我的 玉琳哥幫我接的 然後我記得有一年夏天的時候 我們的節目就是 要因應夏天細水的主題 所以就走訪了全台灣 十大死亡流域 其中之一就是三峽的大爆席 我們都是通常子時一到 才會開始拍 然後到現場的時候 我雖然會游泳 問題是在現場 她也沒有給我救生衣 任何的防護都沒有 她就只有幫我綁一條 白色的銅軍繩 我跟你講那個完全是會讓妳 滅頂的那種深度 踩不到底的 她是不是有錢有身對不對 她有錢有身嗎 就是妳覺得在走的時候還好 然後突然下一步 就滅頂 她可能就是會有一些斷層 所以就是大爆溪 她可怕的地方在這裡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怎麼樣游 都沒有一些感應的時候 我就跟製作人說 我真的游得很累了 可不可以幫我拉上岸 讓我休息一下 我覺得我好像快要抽筋了 然後體力不支 她就很兇啊 就告訴我說不可以 妳就是一定要游到有這個 我們派到東西為止 我們絕對外景不能共沽回去 後來我就沒辦法 就只好繼續游 我就對著水面說 拜託…可不可以讓我們拍一些 就是說讓我們知道 妳有沒有在現場 就其實光是不用說 光是有意念 就好像就真的是 對方是聽得到的 我在那一個瞬間 本來這個溪面上它是很平靜 我已經游了好幾次 但是我的腳 突然我就覺得好像一個 瞬間的那個 強大的水流 往下拉那種感覺 那個當場會嚇我 嚇死妳沒有辦法 我完全身上就 就只有那一條繩子 所以我又體力不支的情況 我就手一直這樣子呼救 我就跟岸邊攝影大哥 然後我就喊說 拉我上去 我就一直亂喊 我說 但是製作人就是不放過我 他說 你要誤會做 我是他的經紀人 對… 怕你們誤會成事 我不要什麼壞事都說是我 對 我不曉得往裡面 還好你有澄清 我偶爾做很多好事好不好 不好意思… 然後後來製作人說 先不要救我 他說先拍他 後來那時候攝影大哥 還有社助 他們看了就覺得說不對盡子 他們就喊了一聲髒話 就說 然後他們就把機器放在那個 大包西不是 它不是沙灘喔 它是石灘 立灘就對了 機器一放 然後斜倒著 不管它 馬上就衝下去 一個衝下去 水裡面救我 然後另外一個趕快把同軍神 給拉回來 然後拉回來說 因為他們也真的太緊張了 所以是整個 拉著我的衣服這樣脫… 完全我的那個背後的那個腿 只要有露出來的地方 都破皮了 所以你就知道現場 那時候有多緊急的狀況 用脫也要脫我上來 結果上來之後呢 大家就檢查說我有沒有… 我有沒有事 然後再檢查我的身體的同時 我就看看…都看看 結果後來我發現我的大腿 這個是… 這是手一毛 然後這邊有沒有看到 玉琳哥 你的手 都還沒有比他大 這個手沒有比他大 我們就覺得說現場 這隻手是哪裡來的 對 因為女孩子的手 我現在雞皮疙瘩 連男生的手 我們現場比的時候 他簡直像一個怪獸 小怪獸的手 你知道嗎 而且我那時候整個皮膚 他是浮起來的 就很像那種過敏 然後浮起來 就整個是在我身上 後來我們大家覺得說 怎麼那麼… 這麼奇怪的事情發生 那剛剛機器 他倒在那邊 結果他們按回放的時候 那時候節目播出那個影片的時候 就發現 他們在拉我上岸的同時 機器的上方就有一個 白色衣服的女生 白影很明顯 就這樣飄過去 好恐怖 從我的頭上就這樣 滑過去 然後這件事情 結束之後的隔天 我就聽到那個新聞報道 有一個聲音吸引我 主播就說 三峽大暴溪溺斃一位 對… 三峽大暴溪 我昨天去了那個地方 對 我就在看仔細那一則新聞的內容 他是怎麼樣一回事 就是有一位男學生 他在那邊溺斃 今天呢 剛剛才打撈上來 那在… 那這件事情 在昨天的時候呢 因為有一群同學 他們去大包吸汐水 然後但是 這一位男生 這一位男同學 他就是整個… 整個溺水就對了啦 那其他同學因為擔心說 爸媽或老師會指責會罵他們 所以這件事情 也都沒有跟任何人說 也沒有去報警 直到這位男同 他的媽媽就覺得奇怪 大家都回家了 救他的孩子沒有回來 然後到處問… 大家沒有一個同學願意講喔 等到隔天的時候 才有一個女同學 然後就是大哭 然後就整個很崩潰 就跟他講說 那個某某某他溺水了 我們找不到他 我們都不敢講 這時候不得了了 就趕快 就出動一些警方 然後就是到現場去 然後趕快打撈 就想不到還真的就是 我就有看到那個新聞畫面 我昨天游泳的那個地方 然後就在我平躺著 然後眼睛這樣慢慢地 打開的那個過程 看得到五官 脖子這邊還有一點感覺 但是下面幾乎是沒有的 那個狀態 我在美國從來沒有被壓過 只有在亞洲 美國的故事就不會壓人 記得要罵台語的 你罵英文的 你罵什麼話惹發那種 他聽不懂 就是要罵你這個 這樣而已 你如果覺得那個話不啞 就把它改成諧音 這樣而已 老了會悲哀嗎 這樣而已 老鼻哀 這樣而已 老鼻哀 等一下 記得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支持十一點熱炒店 YouTube頻道 十一點熱炒店 我就有看到那個新聞畫面 我昨天游泳的那個地方 所以其實昨天呢 我在三峽的大包溪 那一個流域呢 我跟這位男童 就很像鴛鴦貢獄一樣 我在他的頭上 游來游去 他起來的時候 他被撈起來的時候 聽說是卡在石頭縫中間 然後插進去 他沒有辦法呼吸 就沒有辦法游上來 所以就在那邊溺筆 天啊 那這個手印呢 這個手印的話 那時候老師後來有解答 他說因為三峽 我們那個大包溪的流域 我們選擇那個區塊 是當地民眾 就是投票是第一名的地方 所以不管是 後來攝影機拍到的這個 飄過去的白衣服的女生也好 還是這一個 都是曾經在那邊 那邊常常也有抓交替 他說這個他後來關了之後 他說他其實也是在那邊 溺斃的一位男生 但為什麼手會這麼大 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通常溺斃的人 身體會浮腫 會變得很大 手會浮腫 變大 像肥腫那樣 然後而且他因為就是在那邊 一直待著 沒有辦法投胎的關係 所以他在那邊修煉成很像 我們所謂的 俗稱的三金鬼妹 所以他的一些形體狀態 就跟正常人是不太一樣的 真的好敬業喔 我就搞不懂 其實游泳池現在密度算大 為什麼偏偏要去西阿河 因為我後來不去西邊 是我小學的時候 我們一個同學的弟弟 看那哥哥在那邊游 對不對 然後他去找哥哥 他也不知道那個水聲 有水聲哥哥可以 弟弟不見得行 弟弟也不見得會游泳 那弟弟就一跳一跳下去 真的 那自己同學的弟弟 就這樣從此就走了 跳就沒有再上來 對啊 那個有時候一跳下去 我動 有時候那個年紀的哥哥 也不會多照顧弟弟 所以那弟弟明明都已經滅頂了 哥哥還渾然不絕 再跟人家嘻嘻哈哈 大家收拾東西要走了 我說你們弟弟呢 我弟弟呢 薰薰講得對 第一時間都不敢跟爸媽講 回到家裡面裝沒事 小朋友 小朋友 小朋友也嚇到了 尤其在鬼月 好像不要去有水的地方 什麼海邊 會有很多意外發生 鬼月祭水 來 寫字 好 我要講這個故事 大概是在2004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玉琳哥知道 其實那時候算是五 六 就5566 那時候算是最好 我覺得是最好的那個時期 就那幾年那段時間 那個時候我還沒有買房子 那時候我是租在內湖 瑞光路的一個四樓的 應該算是華夏吧 我們後來想想 其實住在那 我也沒有特別感覺哪裡 不太對勁 不過就是偶爾在生活當中 頻率來講大概會是一週 可能會有個兩次吧 你就會莫名地聽到廚房 比如說冰箱 會突然有一個 這樣 很明顯的 那偶爾也會聽到 比如說廚房 我們在收筷子或是湯匙 那有時候會那個鋁筷 會有那個湯匙跟筷子 筷子那個 的那個聲音 可是我也沒有特別覺得 哪裡不對勁 或是身體哪裡不舒服 生活上哪裡被影響 陸陸續續就是在那段時間 後來在一群朋友當中 來家裡面有一位朋友 她是一個女生 她是 我們都知道她是可以 稍微感受得到 靈異這一方面的一個體質 有一天她就是 我們在聊天的過程當中 她就一直往我的餐桌 跟廚房那個方向看 如果我們人沒有在那邊 用餐的時候 基本上那邊的燈 我是不會開的 也就是說 我們坐在這聊天的時候 我那邊的燈沒開 我就會看到那個區域 是比較偏黑的 餐桌的地方 然後她就突然之間 找了一個空檔問我說 我說 一切都好 這樣問就有問題 我說你為什麼會這樣問 然後她就 然後稍微示意了一下 大概餐桌跟廚房的那個位置 她說 可是我沒有特別感覺到什麼 後來她也就點點頭 給我的建議是說 她覺得如果 一發現有什麼不對勁的時候 她建議 我還是趕快搬走比較好 那有一次 那時候工作很多 又外景 然後又拍戲 然後又主持節目等等的 有時候真的很累很累 有一天是我非常非常疲憊的時候 大概下午四點多 我回到家 燈 我也累到懶得開 一回到家 我就直接坐在沙發上 開了電視 就開始發懶 連衣服都沒換 包包就丟在旁邊這樣子 然後我就坐著看電視 頓時就很想睡覺了 我就直接在沙發上躺著 睡 也不知睡了多久的一個時間 閉著眼睛 就是躺著 然後閉著眼睛的意識當中 覺得說不行 我要趕快起來 因為已經好像睡了一會兒了 至少起來洗個澡 再睡 然後弄一弄 要休息再好好的休息這樣子 好 正當我有這個意念 想要起來的那一刻 我發現手跟腳是 不能動的 怎麼樣都動彈不得 然後就是 想要出聲音也是這種 然後手是想用力 也沒有辦法用力 那一時間我的第一個 雞皮疙瘩就先竄上來說 這該不會就是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想法 我就又在非常執著 非常用力地想要動跟睜開眼睛 然後就在我平躺著 然後眼睛這樣慢慢地睜開 大概有一半 就是大概瞇的過程當中 一打開的那個過程 就一張臉 在這個前面 就在我的正前方 什麼 什麼樣的臉 一張 灰色 然後 男人的臉 就在我的正前方 他就這樣看守我 你是夢到還是是真的 我很確認我是張開眼睛的 然後其實 那是清醒的 周遭已經都已經變黑的了 所以他是跟你幾乎貼著的 差不多 就這樣子 然後我就瞇瞇地這樣看著他 模模糊糊的 看得到五官 可是又有點模模糊糊 可是你很明確知道他是一個男生 脖子這邊還有一點感覺 但是下面幾乎是沒有的狀態 我後來就 鬼壓床嗎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我有聽說 聽以前說過就是可以 狡猾話 對 真的是狡猾話 我就在心裡面罵說 開眼睛 就是不要這樣 心裡 你這麼老老鼻子 這樣而已 老鼻子 沒有 不是 好會罵 你可以罵髒話 但不要沒事嗆他好不好 你不要嗆他 我沒有嗆他 那可以罵 我就是罵 然後就意思說不要 別鬧了 就是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這樣 那時候我記得 我心裡面想的是這樣 然後在這罵跟用力的過程當中 我的手就抬起來了 然後我就整個人彈起來了 那這事情就這樣 那後來你有搬炸嗎 沒有 我還是沒有搬 那你也貼紙 人家就跟你說那邊有一個人 對 可是因為我個人是 覺得不影響他 對 因為我不覺得他有影響 到我生活 而且我的判斷是 我覺得 那一天我會看到的原因是因為 在這個完了之後我就買房子 我這個故事的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在我住在瑞光路四樓的那段期間 是我人生到目前為止 這輩子賺錢賺最多的時刻 是 是 是真的 隱約就我覺得會得出這個結論 很多時候 你也不用那麼排斥 我以前住過一個 那是公認的 已經就是鬼屋的地方 可是我在那期間 是我做節目最輝煌的時候 那我也知道 我那個屋子裡面有人 但我也不會覺得不OK 甚至我很多靈感 我必須在這邊講 搞不好是他給我的 這不無可能 這不無可能 重力鬼才的稱號就是 那時候開始 對 可是很奇怪的是 我在美國從來沒有被壓過 只有在亞洲 台灣的壓過 台灣你如果被壓 你聽我說要罵髒話 你要記得要罵台語的 什麼樣的 你罵什麼花惹發那種 他聽不懂 就是要罵你這種的 這樣而已 你如果覺得那個話不啞 你就把它改成諧音 這樣而已 這樣而已 老的會悲哀 這樣而已 老鼻哀 這樣而已 老鼻哀 六字真言 六字真言 一般人不會發音 老鼻哀 對 沒關係 你就把它改成 他會跟你說Yes 也可以 下次我會記得 來 鞋子 好 來 我們現場唯一一位 能夠看得到的 能感應到 還沒有到看 你是從小你就感應嗎 對 你什麼時候發現有這個能力 你會看得到嗎 還是你只是感覺怪怪的 我是感覺怪怪的 你想吐嗎 會 而且我很敏感 頭暈 我會暈到沒辦法走路 會不會神經不集中 會 而且世界會整個扭轉 會不會精神不集中比較好 神經也不會不集中 來 我今天要講一個故事是我 之前在韓國選美的時候的故事 那我那時候跟我的室友 是一個日本的家裡 因為大家都有一個時差 所以他還沒有到那個韓國 那房間就是兩張單人床 只有我一個人在房間 我想說 哇 太開心了 一個人 一個人有兩張床 睡兩張床 然後我就拍了一張照 然後想說好像有點孤單 我就在那個照片上面 旁邊那張床畫了一個人 我的噩夢就來了 我就這樣整整跟他相處了兩個禮拜 就是你畫出來的那個人 對 然後那一天晚上 我畫完之後 因為想說要休息嘛 反正家裡也還沒來 我就先躺在床上 然後突然想說 怎麼 就不能動了 就是沒辦法動的時候 那個世界是整個鎖住的 我想說 怎麼會這樣 我就心裡想說 不好意思 打擾了 會不會是因為我剛剛 這麼不禮貌 隨便畫了一個東西 妳打擾了 妳這麼用客氣的 都沒什麼效 可是他在電話 妳是在電話上畫的啊 對 我就沒有想那麼多 所以我就只是想說 那我就不好意思打擾 那就是希望 不是我想的那個樣子 然後後來我想說 好 我還是壓壓盡 就開個電視 然後跟朋友聊天 結果我的電視 要開的時候開不了 那我就開冷氣 結果冷氣也開不了 就什麼事都不能做 就什麼東西都壞掉了 對 我想說怎麼可能 一個飯店的設施這麼多 阿飄出現的時候 就會先影響了 就電器類的 3C類的 因為我們那個電流 跟它的磁 磁跟電視是同一件事 磁就會影響電 定位影響磁 對 然後想說好吧 那我就趕快洗一洗睡覺 就是強迫自己睡 然後有感覺好像睡了一會兒 然後眼睛突然就是 不知道怎麼講耶 就是突然感覺不太對 然後眼睛一打開 還想說 怎麼眼前是一片紅光 然後我就發現 他怎麼突然躺在床上都不動 可是他雙眼是整個指示上面 然後他想說 你怎麼了 就趕快去搖他 然後他說 剛剛有人在我耳邊說 我 你躺到我的船 聊了約莫快一個小時 我回來到我房間門口的時候 我發現他一個人 就那個助理 站在門口 我走過去說 你站在這裡幹嘛 他說 就是突然感覺不太對 然後眼睛一打開 想說 怎麼 眼前是一片紅光 對 這個紅光很恐怖 對 因為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喜歡全黑的 然後我只會留浴室的一小縫 就大概是黃光 就白光 不可能會有紅光 就算是那種 緊急出口也都是綠光 對 然後想說 我剛剛關起來的時候 明明就是全黑的怎麼打開 是紅光 而且我印象很清楚 因為那個紅光是 整個散在我的眼前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阿彌陀佛 拜託 讓我好好的睡覺 我就這樣一直滾滾滾 滾到早上 就是看到那個窗戶的光亮了之後 你還敢睡在裡面 要是我 我早就跑走 不是 因為我怕 要的趕快跑 我會換房 如果是我 我一定會要求換房間 有 後來我有跟主辦單位 先說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想說就先住看看 那個日本家裡來的時候 我們還有發生其他就是 我們在洗澡的時候 他會開開關關那個燈 然後我就嚇一跳 我就大喊 我就問他說 很恐怖 是不是 我就用英文說 是不是關了我的燈 他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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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Me 然後他說 然後我就趕快又裹著浴巾 就衝出來 然後我就有問他說 那你在這期間有沒有發生一些 奇奇怪怪的事情 他說就是會被開關電燈 或者是電視也是 就是沒辦法按 可是我們兩個同時在房間 就是不會有這些事情的發生 結果換了房間 怎麼可能 對 妳如果沒有特別處理 妳走到哪兒他就跟到哪兒 妳回台灣他還跟你回到台灣 對 我以為是房間問題 結果是他是跟著我 我們晚上還時不時會接到電話 但是我們都沒有聽到任何聲音 我就說喂 然後他就掛掉 我想說是有沒有人惡作劇 我就早上我就跟那個日本家裡說 那我們把那個電話線拔掉 結果晚上的時候我想說 我明明就拔掉電話線 怎麼電話又響了 然後我們就是也有一直確認說 有沒有人打 就是都沒有人 所以我就趕快私訊我的那個老師 我說我在這個期間啊 一直發生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那可不可以麻煩妳幫我帶個鹽巴 然後就在最後一天 我們決賽結束的時候 那個 因為我畫了那個人 我沒有告訴那個日本家裡 然後我就發現 他怎麼突然躺在床上都不動 我就很緊張 然後可是他雙眼是整個直視上面 然後我想說 欸 你怎麼了 我就趕快去搖他 然後搖了之後他就可以動了嘛 因為有時候可能就是要 旁邊人去破解 然後他說 剛剛有人在我耳邊說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很抱歉 沒有告訴他這件事情 我就趕快拿那個鹽巴 因為就是我請老師趕快拿來 我就到 就是灑一灑 後來就是 對 後來就是我的手機也滿正常的 然後也沒有再開開關關的燈 灑過鹽以後就好轉了 對 因為我那時候是連手機打字 都沒辦法打 就是他可能會惡助我去一直亂按 然後我就覺得我手機是好的 怎麼會這樣 這個有形的結界就是這樣 那個床本來好好的 你跟他畫 那這個有形必有靈 你等於就是在閃營這個狂 說這裡喔 這是你的床位了 那他就要躺在那裡 那你那個日本家裡睡那張床 那等於就是佔他的位置啊 你就害他不能睡 或者搞不好就直接壓到他了 對 所以畫的東西那個都不要 你那個小朋友在家裡面 那個牆壁都畫一個人 我跟你講 那個牆壁久之 就會獻出一個人形出來 真的不能畫 不過其實相由心聲跟吸引力法則 我覺得基本上是說得通的 因為你越是覺得有 他就願意會來 你就有可能吸引到他 讓你看得到這樣 以前不是也常住飯店 有 因為我過去有發生 在我還進到這一行 還很菜的時候有遇過 在我身邊發生 但不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我們去中部出外景 然後那時候 因為製作單位也沒什麼費用 只是去拍外景節目這樣 所以就是製作單位的人 然後跟攝影師 攝影班設助 就這一群人 我公司的人是沒有跟去的 然後因為預算也不足 然後當天錄完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找了一個 在中部山上的一間很舊的飯店 預算的關係 這是負擔得起的 四人房 那我們就覺得說 可是問題進去 裡面看到就只有兩張床 我們覺得四個男生這樣擠 好像有點太 擠了 太擠了 就想說再溝通一下 可不可以再擠一點預算出來 讓我們去睡 讓我們兩個人再去睡 另外一個房間這樣 然後後來就喬完喬完之後 然後也跟飯店人講完說 OK 那我們還有一間這樣子 但有一點髒就是了 因為那一間 就是東西的設備 比較舊的一點 對 好 我就跟著社助到了 另外獨立的那間兩人房 然後到那個房間門口的時候 習慣性的我就是會去 敲敲門 然後嘴巴不會講 但心裡會想說 不好意思 打擾了 然後我叩叩 完了之後 那個社助就跟我講說 我說 也沒有說信不信 但基本上該做的禮貌 習慣 該要有的就還是要有 他說 你這麼迷信 我說怎麼了 他還這樣子不以為意 我說你是從來都沒有遇過 是不是 他說 對 我這輩子到目前 或者就是都沒遇過 這什麼話不能講 那社助很年輕 他就說我這輩子就是 從來都沒遇過 有本事就出來讓我看看 恐怖電影前面那幾個 一定都講幹話 幹話必須死 真的 先死了都是他們 那時候助理就說 放完東西他就說 我先下去抽菸 等一下再回來 我說你記得拿鑰匙 他就走了 然後隨後我就接到製作人的電話說 要 叫我去他那邊聊一下 隔天要拍攝的內容這樣 我說好 我現在就過去 那聊了約莫快一個小時 我回來到我房間門口的時候 我發現他一個人 就那個助理 站在門口 也不進去 門也關著 我走過去說 你站在這幹嘛 他說 裡面有人 我走過去說 你站在這幹嘛 他說 我說 是怎麼樣 我說剛剛發生什麼事 對啊 然後他說 他就早在我幾分鐘進房間 他也就是直接開門就進去 進去的右手邊是浴室的門 然後浴室再過去一點是一個凹槽 是 剛好是一個沙發跟電視 然後床在這一邊 這樣兩個 然後他是這個比較靠門的床 然後所以他一進去之後 他看到電視是開著 然後他看到我背影 坐在沙發那邊在看電視 就一個頭這樣子 是你的背影 他 他可能以為是我 OK 然後他就 到了靠這邊的這個床 他東西放了 他就以為我在看電視 他還問我說 你要不要先洗澡 你不洗 我先洗 沒回應 然後他就覺得 怎麼都不講話 然後他就 放完東西之後 就覺得不對勁 慢慢地往沙發的側邊去看 他看到一個男人不是我 然後下半身是 是看不到的 他一整個 他說他嚇到整個 罵個髒 他說整個往外衝 結果往外衝之後 把門就關上 就等你 然後隨後我就來了 然後說怎麼辦 我就說怎麼辦 那就換房間 因為如果真的 你也都看到有問題了 睡著你也不可能睡得安穩 在講完話的這一同時 裡面那個電視的聲音 突然變超大聲的 就新聞台在播放 然後隔著門 這樣透出來 他在裡面聽到了 然後我就 我就看著那個門 走 快 就趕快走 然後下去 東西也不要了 不是 東西還在裡面 當然我就去講說 如果是我東西都不要 我想說我們要換房間 然後他就說 真的沒得換了 你如果要換 就要回去那個四人房 我說好 那讓我們回去 然後他就說 那我們的行李還在裡面 我就跟那個服務生講說 那你可以跟我們上去 把那個東西一起拿一拿過去嗎 他說好 OK 沒問題這樣 然後上去就由他開門 然後他開完門進去 裡面就是正常的狀態 我們拿了東西就趕快撤了 回家完之後 隔天我就接到了通知說 那個助理他當天 就我們錄完影當天回家 他那個救世公寓 不曉得怎麼樣 他就爬樓梯就摔下來了 就這樣 這有骨折吧 骨折 然後就他們那個team就 看到那個房間的 你知道這個事情一定不對勁 趕快就說 那妳可能要去 收金 或是去給老師看看 那得到的結果 果不其然就是 因為妳不敬 來 最後岳婷 來 聽得我都已經在起雞皮疙瘩了 泰國是不是鬼很多 很多 泰國鬼非常的兇 他們的恐怖電影真恐怖 對 泰國的那個 在地球上它的磁場來講 的確是比較陰的磁場 那妳遇到這個神秘的黑貓 其實對 是的 因為這黑貓跟了我12年 我在2010年的時候 搬到普吉島去住 那我們養了一隻狗 牠的名字就叫狗狗 那因為我們家 前面就是海灘 再來是庭院 再來客廳 再來就是廚房 是這樣的格局 那狗狗就是在那個庭院 綁個鏈子 牠就是在那邊可以幫忙顧家的 因為剛到海邊 旁邊跟我們到了晚上是沒有人 只要有人靠近 狗狗就會喵喵喵喵喵叫 跟安全一樣 就知道有人靠近了 OK 那一次我有個朋友 從台灣來這邊找我玩 然後我們就坐在廚房 客廳 然後狗狗就在那邊 我們這邊聊天 突然來了一隻黑貓 帶著紅色的鏈子 狗狗對牠一直叫 你知道那隻貓 幽哉的 就這樣遠遠的看著那隻狗 這樣看著牠 然後我想說 我這一年來 我沒看過那隻黑貓 怎麼從哪邊來的 第二天 貓又來了 牠就這樣悠悠在這看著我們家狗 牠又在那邊一直望 我心裡想說 這是誰家的黑貓 就問了一下 不知道誰家的 第三天 我這個朋友大叫 我就趕快出去 什麼 狗狗死了 我很難過 我不知道牠怎麼死的 因為有人說是被毒死 因為那時候我看到牠眼睛 還有嘴巴都流著血 好 這件事情過去 那隻貓也就不會再來囉 到了2014年我還記得 因為那幾年每年我們都會到 美國去找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去牠們家度假 跟牠們家都很好 等到我們這次回來 我們這次再見面的時候 我們沒辦法再見面了 因為我接到了一通電話 妳說妳的朋友 對 就在牠自殺的前幾天 我聽到我兒子說 媽 有黑貓 在哪裡 就是在家裡 對 也不是在普吉島的家 我整個人 因為有上次狗狗的經驗 我就想說 怎麼又有黑貓這件事情 黑貓會帶來死亡的氣息 所以說這是個很悲傷的故事 然後我覺得我總會 跟黑貓有這種緣分 2019年 那時候我做夢 我就想 你知道就是有這兩次的經驗之後 我覺得黑貓對我來講 我已經覺得 果然過了兩個禮拜 我兒子生了一場大病 就那一個禮拜 他從一開始發現到 他就是進ICU 因為他是被蚊子咬感染 你知道嗎 我們到後面是用緊急專機 飛到麥果去治療 因為在普吉島 如果沒有葉克膜 我兒子就是等死 對 因為一個蚊子咬 對 他整個感染 敗血症 心機眼 我夢到貓 我覺得我兒子 那一個禮拜的狀況 我覺得我像在做夢 我第一次跟死亡那麼接近 是我兒子 接著上個月 7月份的時候 就是今年嗎 因為有這些黑貓的事情之後 我就覺得 我就幫黑貓真的就貼上標籤了 因為我要回台灣 7月15號左右 我要回台灣 我就想回台灣之前 要去打個高爾夫球 我老公也沒陪我 我就自己跟Catty兩個下去打 抱地幾棟的時候 我球一揮 打完球就往前走 往前走的時候 我就發現到 黑貓 然後 因為我想要破掉 因為有人說 如果說有不吉利的事情 你把它說破 是不是就好一點 我就回去幫他拍照 我就希望這件事情破了 因為我有這三次非常不好的經驗 沒想到 我回台灣 我回台灣是要帶我兒子去看牙醫 然後我那天就比較忙 我就在那條路走來走去 我走的時候我突然聽到 砰 好大一聲 我就抬頭看 就突然咕嚕咕嚕滾下一顆石頭 石頭上面還有沾著那個磁磚塊 就是上面有東西掉下來 我心裡想說 那剛剛不是有從我頭上掉下來嗎 而且很多路人都看到 那我就發個文說 我今天走路有東西掉下來 以前都是在新聞看到 沒想到真的在我面前發生 我真的有嚇到 然後我就因為我還忙我兒子的事情 第二天還有通告 一直到下午打開手機 才發現到有記者在找我 然後我上去看留言才知道有人還罵我 他說 你不知道死了一個大學生嗎 就是在台灣前陣子有新聞 他不是被冷氣 他是 同一天 然後他也是中午 其實我也是中午 那只是因為我PO出去的時候 我不曉得有這個新聞 這是個很傷心的巧合 我一點都不想趁這個新聞 因為他又讓我想起黑貓 讓我很接近死亡這件事情 那目前為止是如此 我不曉得接下來 我希望是破了 真的是毛骨悚然 這個聽那麼多故事 還是告訴大家 就是心存善念 抱著敬畏的心 其實這種事情 特別是現在民俗樂 大家也不要過度焦慮 我們就是保持平常心看待 對 那我們要呼籲觀眾 如果有精采的鬼故事的經驗 或是靈異照片呢 歡迎投稿 到十一點熱炒店的粉絲專上面 OK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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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開始上菜囉 記得訂閱十一點熱炒店 YouTube頻道 十一點熱炒店 十一點熱炒店 我的那個 有一個打火機還在浴室裡面 有兩三個 不要了 不行 幾個打火機你都要收回來 就打火機是一個很珍貴的人 對抽菸來講 轉到浴室的時候 才發現 第一個讓我害怕的地方就是 那窗戶是假的 你不是說你有看到台中的夜景 對 所以那是我第一個 那是我的開始的第一個驚嚇 我覺得 剛剛有看到台中的夜景 鐵皮膚的上方 鐵皮膚的上方 鐵皮膚上方是沒有蓋的 所以我一回頭 沒有 但是因為我剛剛印象我的漁光 好像有看到一個什麼東西 我就褲子穿好 水沖完 然後就用最快的速度再一次 往斜上方後面看 有一個頭掛在邊邊 對 真的假的 11點熱炒店最高差 不嗆不辣不上桌 現在是民俗樂 對 所以 就是鬼樂 對 一般人就避這個鬼 對 就跟佛弟摩 你不能叫佛弟摩 你要講 我們一直講這個 是不是不好 沒關係 因為你外國人 OK 我知道 我們用偶像 對 偶像 但是我們今天是真的要來 談一些恐怖的事情 OK 像恐怖的 好 大家喜歡聽靈怡故事 對 就是有一種受孽的傾向 不是 而且 越恐怖又越愛聽 而且我們聽別人的經驗 可以教會我們在這個時候 不要做什麼事 要小心什麼 是 OK 所以我們來 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們 要跟我們分享 毛骨手人故事的來賓們 韋明哥 嗨 嗨 雨柔 厲害 曾莉潔 嗨 明安 歡迎 詹老師 嗨 好 最可怕的靈異事件 我們從甄莉潔來 來 請 好 其實因為你知道鬼月 就是很多事情不能做 譬如說像搬家這種也不能搬 我之前有個朋友 他就是在那個鬼月時候搬家 你知道後來你再看到他 他整個人就是陰陰沉沉的 然後也是 什麼事情都不順利 我之前是因為 我有主持過一個靈異節目的外景 然後那時候就是專門挑半夜12點 然後找一些現場的觀眾朋友 就是自己打電話來報名 他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有鬼的人 讓他們來感應一下 到底這個地方有沒有這個好兄弟 這樣 所以那一次我們是去一個公墓 然後那個公墓是在山上 我記得他的左手邊是一個很大的土地公 很大的土地公的像 然後一走進去的時候 他兩邊有兩個塔 那個塔叫 中間再走進去 裡面全部就是公墓 那為什麼前面有兩個塔 就是七年之後 因為那個地是用租的 所以七年之後 你就可以把親人撿骨 撿骨起來之後放在那個甕裡面 那個甕大概就差不多這麼高 因為大腿骨比較長 就差不多這麼高的甕 然後他在右手邊的那個納骨塔的一樓 他有個供台 就是當你之後要回來看你的親人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那個骨甕 拿搬到這邊 然後在這邊祭拜這樣 然後因為我們白天要先去看景 然後就旁邊當然就是有跟一個所謂的老師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看景 我站在門口的時候 我就像從外面這樣看進去 他其實有一些甕 可能在搬的時候已經有破掉 所以就有一些骨頭 就是跳在地上 所以那時候我就有點害怕 我就跟那老師說 那反正只是要拍看景 那你進去拍就好了 我在外面等你 然後就說好 就拍 拍完之後 我們晚上就約12點 所有的觀眾朋友來集合 那開始要拍攝的時候 我們就是走進去 然後老師就帶一個女生 一起 就帶一個女生 先站在那個供台前面 然後再帶另外那個男生 要走進那個納骨塔 然後要走進去 我就跟那老師說 那你帶他進去看 你要把他放在哪個位子 我就站在外面等 然後我們就退 退到門口等他 因為就要給他們自己 有感應的時間 通常差不多我們都會抓 15到20分鐘左右 他們才會有感應 可是那天就這樣 站在那邊等的時候 不到5分鐘 這個男生先叫 老師 老師 我們有跟他講說 如果你有覺得不舒服幹嘛 就要趕他叫老師 然後他就叫老師 那他一叫老師我們就要衝過去 把他帶出來 可是正要過去的時候 這個女生就叫老師 可是他在叫老師的時候 他那個詩是沒有聲音的 然後你就看到他整個人 是本來這樣站在那 就整個往後倒 就撈 對 撈 然後就往後倒 你知道 我們本來往這裡跑的時候 老師就說 那個女生比較嚴重 我去救他 我去帶他 你去帶那個男生 那我很害怕 我要走進去 我也怕 你知道嗎 我就跑出來說 快點 快老師 叫你們趕快進去帶他 然後我就站在外面 等他們出來 你知道嗎 然後老師把那女生帶出來的時候 那女生就一直咳嗽 一直咳嗽 這樣咳 那個男生走出來的時候 就這樣一拐 一拐 然後那男生說 不是 我的腳很痛 我說你為什麼腳很痛 他說剛剛老師帶我進去說 因為黑黑的 看不見 我說那你到底去哪裡痛 然後他穿長褲 他就把這樣褲子把這樣拉起來 你就看到他這裡這樣 這樣 紅紅的骨子印 你說很明顯的 很明顯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可是你剛才有自己抓自己 他說沒有 真的沒有 然後你去比 因為那個男生比較胖 指頭比較短 個不高 可是他那個是很 一看應該就知道那個是 女生的手 手指頭的那個印子 然後就訪問完他 就要訪問那女生 就問那女生說 你剛才為什麼叫老師的時候 我們只聽到前面一個老字 那個師不見 他說有人勒住他的脖子 給他往後 所以他是真的 我們也有拍到 他真的人是這樣往後倒 他那個聲音發不出來 他聲音發不出來 對 他說他感覺是被人家勒住脖子 這樣往後倒 你知道嗎 我在主持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講實話 很旺 完全沒輸過 所以後來打到都沒有朋友 要跟我打麻將 然後可是呢 殊不知我去錄 那時候去錄影的時候 在高速公路上 第一次的那個車子撞毀 整個車子撞爛 被人家撞爛 是人家插到我 轉兩圈半 撞到外圈戶來 整個車子回掉 還好人沒事 可是因為這樣子 那個瓜哥就有說 他說不要再主持這種節目 真的對你人非常不好 好 這個是屬於以前 綜藝節目的文化 對 謝謝甄莉姐 謝謝 恐怖的 來 文明哥 文明哥 但是剛剛講 其實有些東西 真的不要碰觸 就像甄莉剛剛講說 我們去靈異外景 你可以去空屋子 你可以去恐怖的地方 可是不要去公墓 因為公墓是 人家住在那裡 就等於是人家的集合式住宅 所以 現在年輕人很喜歡去 這一類的地方 還有玩蝶仙 玩蝶仙 你知道在台灣有多恐怖嗎 Melody 我沒有玩過 我不知道 OK 我也不想玩 蝶仙 蝶仙需要的道具 在台灣 只要是一般的小文 小文具行 大概都買得到 我念高中的時候 曾經有過一個事情 還上新聞 然後最後教育部 還出來講話 大家可以去查舊的報紙 就是過去有一個女生 她這個 因為以前有聯考的壓力 有一個女生 就她為了要 住在嘉義 我還記得很清楚 她為了要聯考這件事情 就考前 跟幾個女生 就玩蝶仙 玩蝶仙 玩一玩以後 還跟蝶仙講說 如果你讓我 考上我的第一志願 我就會感謝你 她就直接這樣講 感謝 可是沒有講到具體 什麼感謝這樣 然後 當然事後 蝶仙跟她要什麼 後來大家都很清楚 發生在什麼時候 大家知道 過去大學放榜的時候 會在很多大學的門口 像台北的話 台大外面那一面牆 以前放榜的時候 貼得滿滿 你就自己找 這個嘉義的女生 就從台北上來 看榜單 她看完榜單 然後出來 到了那個 當時台大門口 有紅色的電話亭 玻璃的 看完榜單 出來電話亭 打電話給家裡說 爸 我考上第一志願了 然後接著就要過 羅斯福路那個馬路 一過馬路 被一輛轉過來 計程車當場撞死 就死了 就死了 然後後來就看 人家會調查 這個怎麼樣 後來她的 女同學就有講說 當時他們就有問 蝶仙 康第一志願 我就會感謝你什麼 然後蝶仙就 主動問說 那你要拿什麼感謝我 他說不要 你要什麼都可以 你要什麼都可以 然後轉轉轉 命 這是真的事情 那個時候的教育部 後來還有特別出來講話說 叫學生不要去玩 因為他太容易接觸 那我念高中的時候 我們高中畢業 沒有那個畢業旅行 但是我們有一個活動 叫志強活動 就是當時是台北縣的學校 畢業的 會弄三天在你畢業前 大家一起帶到一個地方 去做團康 我們到哪裡 就是現在的 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我相信台北的年輕朋友 大家應該都去過 他後面就是一片那個 那個亂張崗的公墓這樣 然後我們到 我永遠記得第一個晚上 就是大家吃完晚飯以後 就各種鬧 因為學生 而且我們都住在台北的學生 沒什麼機會 大家一起出外面外面過夜 那個晚上有夠鬧 男生女生 就整個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吵到一個不行 突然就發現 整個宿舍裡面都沒有人 都沒有人 你就偷偷 你就出來學生 偷偷出來想抽菸 也沒有人 你就覺得詭異說 就東問西問 後來問到有一個同學這樣 枕頭拿在後面 這幹嘛 大家在打枕頭站 就是誰只要出來在外面 被人家發現 人家枕頭啪就上去這樣 我們就喔好 我們也回那個宿舍裡面拿枕頭 拿枕頭出來呢 就埋伏在那個走廊 埋伏在走廊埋伏了很久 沒有人 因為大家都怕被扁 所以大家都躲起來 那因為太安靜 所以接著呢 你很快就被一個 吵雜的聲音被吸引住 我們就走走走走走 結果發現男生有一間寢室 我們當時的寢室是12個人一間 就上下鋪上下鋪 12個人一間 然後兩邊是上下鋪的床 中間有桌子 可以讓你幹嘛這樣 我們為什麼被那個聲音吸引是 因為那個 那一間宿舍的門口 都擠滿了人 然後我們好不容易擠擠擠擠擠 擠到那邊 衝一下衝一下 沒有啦 來點點升碟仙 我長那麼大 我沒有親眼看過碟仙 我沒有看過 親眼看過人家在玩碟仙 然後我就擠擠擠擠擠擠擠 好不容易擠到一個上鋪 然後看到同學在玩碟仙 剛好是我們班的兩個 跟其他不要哪個班的兩個 四個人在玩碟仙 然後我們家 就是主玩的那個人 他家裡是開宮廟的 這是我們從 我們一直在學生的時候 就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就看他在那邊 碟仙 碟仙 怎樣怎樣 問問問 我進去的時候 剛好他們在問說 碟仙 碟仙 妳是男的還是女的 碟仙 碟仙 妳現在在哪裡 窗 窗戶外面就是那個粉墓 妳知道 窗 然後同學在問說 那妳在窗內還窗外 內 然後 對 內的同學就開始 大家就說說說 妳就開始說說說 那其實不說沒事 妳一說以後 那個地方就空出來妳 大家就會覺得 那個女的就在那裡 對 好了 很多人就 妳幫我問什麼 妳幫我問什麼 問 問到有點久了 大家覺得差不多要結束了 然後他就 就跟那個碟仙講說 好 碟仙 我們結束了 謝謝妳今天來幫我們 解答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 麻煩就請妳回去 碟仙 碟仙請歸位 碟仙 碟仙請歸位 那四個人 碟仙 碟仙請歸位 那個碟仙停都不停 他就一直不停 對 念到後來我們那個 我們班上那個 開宮廟那個同學 他已經害怕到 他這邊有帶一個玉佩 說是他爸爸給他的避邪什麼 他已經害怕到 就一直抓那個玉佩這樣 碟仙請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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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汗都飆下來 碟仙請歸位 碟仙請歸位 然後其他三個人也跟著害怕 大家也跟著害怕 就慢慢閃 慢慢閃 慢慢閃到快要沒有人 你知道嗎 他就是不歸位 不歸位 我那個同學就跟大家講說 你們都不要動 聽我的 不要動 碟仙請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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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往窗外這樣 啪一丟 我們要畢業的嘛 就是快要那個年底 要畢業 然後到了那年年底的時候 然後其中一個同學 什麼生病的什麼 我們就不要講 我們其中一個同學 他上報 為什麼呢 上課的時候他沒來 就我們當時是夜間部 沒有來大家就 大家也不覺得奇怪 因為夜間部的同學 很多時候晚上就去鬼混 就不會來學校 結果第二天早上 當時的所有報紙都有燈 我那個同學 身體在那個新生高架橋上 腦袋在新生高架橋下 然後接著再過了幾天以後 就是有事件調查嘛 就調查說那個怎麼回事 可是當時資訊沒有那麼發達 也沒有那麼多攝影機這樣 後來調查結果是 他在公司吃完尾牙 然後坐了計程車 不知道要去哪裡 找他女朋友幹嘛 不知道要去哪裡 上了新生高架 上了新生高架 把人家計程車吐得髒兮兮的 然後就語言不通 就是胡說八道 然後司機也聽不懂他講什麼 司機就在新生高架橋上 把他趕下車 然後趕下車以後 這個警方的估計 應該是被車子插撞到 因為他靠邊嘛 被插撞到 在身體扭曲的情況下 頭跟身體分離 頭比較小 頭就在橋下 但這是因為 剛剛你們開頭講到 引發我想講 接下來才是我真的要講 那接著我要講一個 就是我自己親自碰到 就跟甄莉一樣 我們藝人有很多機會 出外景 住在外面某個地方這樣 那我本來就是一個 會認床的人 所以大概住外面 任何你再豪華的地方 我都睡得不會很好 有一次我們到台中工作 要連續工作三天 然後每天睡的地方都不一樣 第三天晚上 我便安排在一個飯店 那個飯店很妙就是 下面是KTV 現在來講沒什麼 下面是KTV 然後上面是他的那個飯店 那飯店其實還滿漂亮 就是裡面是圓形的 然後我們到那邊以後 我知道那一間 對 台中人都知道 好可怕 對 然後我們進 我就上去到那個吧台 就裡面就明明很大 裝潢也還滿漂亮 可是就很昏暗 然後那櫃台的小姐姐 其實長得還滿漂亮 但是我就覺得 就不是很禮貌這樣 他也不是刻意怎麼樣 就是我到櫃台 不好意思 我是誰誰誰 訂房 等一下 看都沒看你啊 等一下 701 反正就給你一個鑰匙 啪 頭也不抬 對 頭也不抬 我說在哪邊 好 你就 謝謝 進房間 我進任何飯店的房間 第一件事就是 我會先去開窗 我不敲門的 我沒有在管那個什麼 敲門不敲門 可是我會注重裡面的空氣 因為誰知道前面誰住過 他只有一扇長形的窗 就在廁所的門口 然後廁所在最右邊的角落裡面 一進門這邊是一個梳妝台 然後這邊就是一張大床這樣 然後我進到裡面呢 這個開窗 開窗看到台中 很漂亮 夜景 因為高樓層 台中很漂亮 夜景什麼... 然後行李就往那個化妝台的椅子上 一丟 衣服都脫了 就進去 脫了剩下內褲 放水 調好水溫 啪 放水 好 就在那邊看 就躺在床上抽煙看電視 好 你覺得水放得差不多 有煙跑出來了 就是因為一直放水 然後就那個霧氣就啪 從那個門這樣霧氣這樣出來 然後我就差不多了 我就沒有關電視 有空氣一丟 丟在床上 我就走到那個梳妝台 然後走到床前面 往浴室那個方向走 我一走到化妝台 我踏第一步的時候 因為我為什麼 記得那麼清楚就是 因為你到梳妝台就要轉彎了嘛 所以你一轉彎 踏第一步的時候 你看了一下腳就 因為有霧氣 所以你腳壓下去以後 把那個霧氣拉開 所以會有一個腳印 然後你就因為房間不是很大 你就往前看 就那個浴室的門我沒有關嘛 所以才會有霧氣出來 你要踏第一步 再往前看一下 一個小腳印 大概這麼大吧 大概小孩大小的腳印這樣 就從在那個浴室的門口 就踏出來了 就很明顯的一個小腳印 我說看 這是不是前面訪客出過的 還流有那個腳的汗 對 之類的這樣 結果不是 我踏第二步 它出現第二個腳印 我踏第三步 它出現第三個腳印 而且它不是 一下顯現說一個腳印 它真的就像人踏下去這樣 你後腳掌先著地 然後啪 前腳掌 腳提 腳趾 啪 再兩個 三個 我當時想法跟Melody一樣 我就覺得 前面人家的小孩吧 可是老實說 我在想說 前面人家的小孩的那個瞬間 我還會想說 其他人不洗的 好 不管 男生嘛 我就一樣進去裡面洗澡 洗… 洗完很快洗完就出來 洗完出來更屌 一轉過來 一個人站在我前面 你說人啊 一個人 而且就一下就啪 那一下到 一下到會讓我覺得 是不是我的錯覺在幹嘛 可是你覺得就硬生生 就是一個人 等一下 記得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支持11點熱炒店 YouTube頻道 洗完出來就圍一個浴巾 然後那個霧氣 還是整個房間都有 然後我到 我到了門口以後 我還想說 那我把窗簾拉開 讓那個漆可以透出去 我把窗簾拉開 然後我一踏出來 我踏一個腳印 它幾乎跟我同步 在另外一個腳 就一個小孩的腳印這樣 我踏一個 它就出現另外一個 然後我再踏一個 它就出現另外一個 我當時… 會怕吧 我當時只是覺得怪異 我當時真的只是覺得怪異 而且我也有的時候 也會跟朋友講 就是如果你在任何地方 你碰到你覺得髒東西的話 你假裝不知道就沒事 洗完澡了 我就過來 然後躺在床上 半躺在床上 遙控去拿起來 我就轉台就看看 然後就抽菸 念看看 結果你在這個過程中間 你就聽到外面一直有小孩子 你知道嗎 其實半夜已經兩三點 你就一直聽到外面 有小孩子的嬉鬧聲 你知道嗎 你就一直聽到小孩子的嬉鬧聲 然後很吵 我就打電話給櫃台 就櫃台沒人接 櫃台沒人接 好啦 你還是繼續看這些電視 就那小孩子的聲音 就很靜你知道 在你門口 然後我印象裡面 外面是地毯 可是你可以聽到小孩子 那個球 在地上就是硬針 硬結石的 扎在石心的地板上 而不是扎在地毯上 有那種悶悶的 嗯 它是 然後我就有點不爽了 門打開 門打開呢 就兩個長廊兩端 你門一打開 什麼都沒有 可是你門一關呢 就有小孩 就有小孩在那邊 媽媽怎麼當我 啪啪啪啪 我那個時候就覺得 好 那我來念經好了 因為念經你要面朝西方嘛 就是你背對東方面朝西方 你就發現那個床的位置 稍微偏一點是 我要對那個鏡子 你就對那個鏡子 好 那你就 我就在床上 因為他房間不大 然後我就把經書拿了 拿一個枕頭 放在我的前面 當作桌子 我長大第一次覺得念經 是一件沒有用的事情 因為你就念念念 你越念不知道為什麼 就心裡發毛 而且你不但念到心裡發毛 那個背脊骨 就從那個尾椎 那一陣糧 就像冰這樣 啪啪一路扎上來 就要到你腦袋這樣 然後你就想說不行 我相信佛的力量 我相信念經的力量 好 你就還是拿到念住 一直念念念念念念 直到什麼時候我停下來 你知道 我真的連一開頭的心經 都沒有念完 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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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你身體是往後仰 而且那個往後仰是 你很明顯是後面有重量 你就再拱起身子 盡量把身體往前 我已經到降了 我已經身體窩成這樣了 它後面那個重量 而且那個重量明顯就是 它開始有在移動 就在我身後開始有在移動 我就偷偷看那個鏡子 因為我對著那個鏡子 你還敢看鏡子 我的天啊 因為我不確定那是什麼 就看到那個鏡子 那個鏡子真沒有什麼 你知道嗎 那我就因為鏡子沒有什麼 我就努力壓抑自己的恐懼感 然後我心裡想說 我心裡就覺得 應該是那裡有什麼東西 讓你不要待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就念 我就沒念完 我就好 我把金書放下來 好 對不起 我不念了 然後我就頭一台 頭一台 我是第一次看到這種狀況 那個鏡子啊 理論上應該只是 如果有什麼東西的話 理論上就是 我身後有一個東西 沒有 它是鏡子裡面 有一個東西對著我 就一個綠色的一團霧 而且是綠色的一團霧 就啪 對著我 哇賽 我那個心裡的恐懼 是恐懼到了一個極點 什麼意思綠色的霧 對著你是 你看你自己 你看不到你的臉 你看到綠色的東西 我看不到我自己 我看到鏡子的上面是 它不是在我身後 它是面對鏡子 站在鏡子的前面 一團綠色的東西 長形的 我當時只覺得金書的封面 是紅色的 所以我眼睛抬起來 因為光線的折射 所以我對應到的是 互補色是綠色 可是我當時已經知道 大概怎麼回事 我看到我真的有點嚇一跳 那個你就瞬間覺得 頭髮是啪 衝上來的 然後那個綠色的鏡子一下 我就 它只有一下以後 我眼睛就 逼著不敢看 然後收東西收一收 你就把金書收一收 不管我待會要幹嘛 我金書跟金都要收起來 我收收收收 轉身 就要放進我的行李袋 我一轉身 放進我的行李袋 一轉過來 你說人 一個人 而且就一下 就啪 那一下到 一下到會讓我覺得 是不是我的錯覺在幹嘛 可是你覺得就硬生生 就是一個人 那個人長什麼樣 那個人穿了一個 短袖的白色上面有雕花 然後領直跟中間 女人男的 男的 中間的袖口這個地方 你感覺有點像 中國式的東西 可是那個東西 我大概一下看到那個瞬間 我就大概知道 那大概就是印尼 或是東南亞那一帶 傳統的華人的那種 華人那種上衣這樣 然後最屌的是 這個人頭髮 其實他就是 有點方方圓圓的臉 頭很大 頭髮大概蓋到這裡來 就撇開來 然後那個 劉海不是很整齊這樣 他沒有五官 那瞬間沒有五官 好啦 那我看到瞬間那一下 我其實真的有點嚇到 我那個嚇到就是 你覺得穿的內衣褲 已經很涼了 已經沒有辦法讓我保溫 很涼 我就去把我牛仔褲穿起來 然後我就躺在床上 點了煙 抽煙 然後看電視 對 看電視 我想說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遙控器就按按按 可是前面都很正常 然後念完鏡以後遙控器這樣 啪 開始按的時候 你怎麼樣每按到一個地方 比方說中式對不對 還跳出來中式的畫面 然後中式當時在幹嘛 那一下 然後接著電視就 台視 每一台都雪花 對 每一台都雪花 每一台都雪花 好 我不管了 我要換房間了 然後我就站起來 因為我衣服已經穿好了 我已經站起來 我就套了鞋子 連襪子沒穿 套了鞋子 大概巡一下 該拿的東西拿一拿以後 走到門口 我把門打開以後 我把門打開 我就腳頂在那個門 然後我就轉頭 我就轉頭對著一個空房間 對著一個空房間 我本來想講什麼 後來發現 我的那個 有一個打火機還在浴室裡面 我兩三個打火機 那就不要了吧 不要了 你還要打火機幹嘛 抽菸的人什麼都可以不要 一定要打火機 隨便在Seven再買一個就好了 半夜那沒辦法 不行 幾個打火機 你都要收回來 就打火機是一個很珍貴的人 對抽菸來講 結果我就走到浴室去 我走到浴室去的時候 會經過那個窗戶對不對 那窗戶已經打開對不對 我走到浴室的時候 才發現第一個 讓我害怕的地方就是 那窗戶是假的 你不是說你有看到 台中的夜景嗎 對 所以那是我第一個 那是我的開始的第一個驚嚇 我就 剛剛有看到台中的夜景 然後你就帶這個疑問 好 不管 你就更快的速度往回轉 然後往回走以後 手上還有遙控器 門開著 我就把遙控器往那個桌上這樣 往那個床上一丟 遙控器比較輕 但有點重量 我一丟到床上 它就彈出來 就掉地上 掉地上 那個電池盒蓋就打開 然後背對著我 那裡面沒有電池 那你剛剛怎麼那個 我哪知道 對 然後我就迅速逃離 迅速逃離我才射鬧鐘 第二天早上六點 我主動打電話給製作單位 你逃離去哪裡 我就隨便找了一個汽車旅館 我就進去住了 而且隨便找了一個汽車旅館 因為前面有驚嚇 所以我一個晚上沒睡 睡不著 這個你要收金 這個我等一下也要去收金 這個太可怕 這個不行 我們錄了這麼多集 人家都講得很溫和 這個不行嗎 因為這個太可怕了 那我講我跟我前妻 當時候離婚的時候 你講 你 你 我被嚇到我現在臨時也想不到 什麼笑話來沖淡那個空戶的 你快一點這個太可怕了 你快一點講一講一講 沒有 這樣 他講的那個飯店 其實真的是很有名的 其實太恐怖了 而且你知道 他為什麼說窗戶是假的 因為那個是一個圓形的 他住的是中間的 中間是沒有窗戶的 但是他有窗在那邊對不對 對 那外面的柴魚是真的有窗戶 中間住的那個房間的窗戶 都是假的 我剛剛只是沒有先講 因為我也有去住過 你也有去住過 我當然有 那你可嚇死 那你有沒有 我看到我之前的時候是 因為我 我不敢一個人睡飯店 所以我都會有一個工作 就是助理會跟著我一起 經紀人一起 你知道我在化妝 然後我那個經紀人 整個晚上睡得跟豬一樣 可是我一個晚上沒睡 因為聽到乒乒乓的聲音 你知道我就坐在那邊 要化妝的時候 也是叫某一台 我看到鏡子裡面的後面 真的假的 怎麼樣的人 我跟你講 就是他講的那個男生 你講一個話 就是他講的那個男生 他剛剛在講的時候 我很想回憶 他一直說我好害怕 同一個男的 同一個 就他形容的那個樣子 那個人一直在那裡 對 你知道我那時候也是這樣 一拿起來看到的時候 我這樣轉頭沒有人的時候 所以我就發覺說 我們去現場猜話 我就直接走 不行了 快一點 你快點 他在這裡 他在這裡 太可怕了 這個太可怕了 那個是我們早期的飯店 真的 這飯店還在嗎 這個飯店 還在 後來其實還在 有沒有營業我不知道 現在沒有營業 可是那個房子都還在 他那個地下一樓 現在是那個 你看哥都嚇到講不出話 沒有 飯店通常 製作單位都會交代我們 就是進了房間以後 如果抽屜打開 有名字或蠟燭 因為有人不知道是幹嘛 把他拿去垃圾桶丟掉 所以他們都會 那個行前通知都會講一下 說那東西你就不要碰就好了 我們以前真的好可憐 我以前去那個 好可憐 去菲律賓也是住一個那個飯店 你知道那個電視室上面那個天線 你要這樣敲敲敲 才可以勉強看到畫面 那個飯店因為很便宜 他們要繳便宜的飯店 所以等於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這樣躺下去睡 就旁邊會有聲音 你在快睡著的時候 我旁邊是一個男生 這樣直接這樣跟你講說 直接這樣跟你講 你知道 他一講說我跳起來 馬上拿好東西 就去隔壁跟 隔壁是攝影師 我這樣敲敲 我今天跟你們睡 我睡地上就好 我睡地上 你知道真的很可怕 好可怕 飯店恐怖 可是講到睡覺這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一定都有一個 就是經驗 就是大家說的鬼壓床 但是我自己碰過一次 在睡覺的時候 有鬼壓床的感覺 我就相信 他真的是有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以前就是壓壓壓壓 然後你掙扎 或在心裡 就像雲哥講的 罵髒話什麼的 然後你就會醒來 你就會發現說 剛剛好像是做夢 好模樣兩個也不知道 是真的還假的 一直到有一次 是在自己家裡面 他是一個光頭 然後臉沒有表情 而且我沒有辦法看清楚 他的五官是為什麼 你知道嗎 他這樣蹲在我的床頭櫃上 對不對 他兩隻手是這樣 反壓住我的上半身 一直到有一次 是在自己家裡面 然後我還記得那時候是冬天 然後冬天因為會開那個小暖氣 但我的暖氣是不能定時的 它只有開跟關 沒有別的選擇 然後開到半夜之後 突然間那個暖氣 你就聽到 一聲 它關起來了 它自己關起來了 然後就想說 是秀頭嗎 不知道 但你就還是要把它打開 然後睡覺 然後睡 那個鬼壓床的感覺就來 你就會發現 我意思很清楚 但是我開始身體沒辦法動 但是很奇怪 我的眼睛可以打開 你看得到 我眼睛可以打開 你會看到顏色嗎 我跟你講 我以前床上 就是床頭 後面有一個床頭櫃 就是譬如說床在這兒 床頭櫃是高起來的 對不對 有一個男的蹲在我床頭櫃上 然後 看你睡覺 真的是 好可怕 怎麼這樣子 看你睡覺 它是一個光頭 然後臉沒有表情 而且我沒有辦法看清楚 它的五官是為什麼 你知道嗎 它這樣蹲在我的床頭櫃上 對不對 它兩隻手是這樣反壓住 我的上半身 它是反壓著我的身 身體不讓我動 好可怕 所以它的頭貼我很近 很近很近 妳嚇死了 而且那時候我還一直掙扎 而且心裡面一直在罵三字經 但是我聽到一個聲音 它的嘴巴是沒有動的 妳掙扎也沒人聽得到 好可怕 好可怕 好了 辛苦了 一陣沉默 妳交接一下 妳看什麼 好可怕 不行 太恐怖了 但是那個 我受不了 我的心臟受不了 林安 林安 妳看妳有靈異體質對不對 對 然後我今天要說的這個故事就是 從這個故事發生之後 我才開始 有靈異體質 對 有新的認知 幾歲 大概二十出頭 她獨家揭露 她為什麼成為通靈少女 對 我通靈少女 我真的可以寫劇本 然後因為其實我們家以前是基督教 那因為基督教 所以對我來說 我就比較不會相信 有靈體這個東西 然後發生是發生在 我二十幾歲那個時候 我交了一個男朋友 很喜歡這方面東西的電影 或者是故事 她都超愛聽 可是她不相信有 她是很鐵齒那種 她覺得世界上就沒有啊這樣 然後她那時候租了一個工作室 我跟她住在一起 那基本上那個工作室的前 東家是一個佛堂 那個工作室是二十四小時 都見不到陽光的 她是沒有窗戶的 所以她二十四小時 二十四小時都陰陰暗暗 然後也有個地下室 她工作室的同仁就很常 就跟她說 她們在睡午覺的時候 就會聽到有人 就叫她們的名字 然後是一個女神 然後某一天是 我在睡午覺的時候 然後就也是半夢半醒 就場景都跟這個 就是你現在在的地方一模一樣 然後半夢半醒之間 你就是看到一個人影 然後也是一個女生長頭髮 她就叫我的名字 那醒來的時候只想說 欸 是不是我可能多心了 對 我就沒有把這件事情 放在心上 那接下來呢就是開始 我在那邊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狀況就是很容易 變成有點憂鬱 然後接下來的下一個階段 就是我跟這個男生在 要分手了 在吵分手 那是不是失戀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症狀 女孩子嘛 可是我那時候是非常的嚴重 我每天早上只要一張開眼睛 我就是開始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喔 然後我只要坐在我家的餐桌上 就是有窗戶嘛 家裡就是有窗戶 我看了窗戶就發呆 然後我就只有個念頭 就是我就是想跳下去 想跳下去 我就是想跳下去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我其實是一個很開朗的人 那我媽他們就很擔心我 就一天到晚來跟我勸說來陪我 陪到最後我媽其實有點受不了 因為她覺得我有點精神病 就是我很解私底里啊 她說就只要講到這件事情 我就是解私底里 所以她就花了一點錢 然後請我就是跟朋友去日本玩 想說讓我去散散心 然後療傷這樣子 剛好跟我去日本的朋友 她也是敏感體質的 她會感應到 她就說她某一天我們在 我還記得很清楚 我們那時候在百貨公司 我們在逛街 然後我就覺得好累 我每天都覺得好累 可是明明就沒做什麼 然後她就跟我說 她說欸 你有發現你怪怪的嗎 她就這樣跟我講 我說怎麼了嗎 她說你變成另外一個人耶 她說你會無緣無故的凶我 很恐怖 她說而且我的聲音那時候 是很低沉的 就是有一點 不是你這樣 對我朋友就覺得我很怪 她就說我覺得你回台灣之後 請你去找一個老師 幫你看一下你可能有卡到 結果那個老師那時候 幫我看的時候 看一看她就說 她說你被下降頭欸 然後我說蛤 什麼意思 然後他們就看一看 她就跟我說 可是這個下降頭的 主要不是下在你身上 她說你有男朋友嗎 我說我現在分手了 她說應該是在這個男的身上 因為還有個故事就是 我那個時候他們說 我跟那男生本來是前世的 妻事夫妻 就超離奇 可是你知道女生 只要提到妻事夫妻 你當下會覺得 那個羈絆好像更深 就根本不想分開 我就哭得更難過 她說然後她前女友 因為不想跟她分手 所以找了泰國的東西 然後可能什麼 匠情術和合術那種 我不太理解 但是就是泰國有一陣子 有佛牌很紅嘛 對然後她前女友 真的有在迷這些東西 那可能不想跟她分開 所以就是買了什麼 石油或什麼的東西 因為她有跟我說 這東西是泰國來的 所以我就在當天晚上的時候 一樣我就躺在我家的床上 我就是半夢半醒間 我的床邊就是 又是站在那個女生 我就躺在床邊 她就站在這邊 然後高高的 然後頭髮就是濕露露的那一種 然後穿白色 指甲是灰黑色很簡 她就在旁邊這樣站著 然後她突然間就是 手就伸過來這樣 要這樣子 就是她要她兩隻手一起要 用指甲就是抓我這樣 對朝我脖子這樣衝過來 然後我當下我就突然就大叫 我叫得超級大聲 然後那時候 我妹跟我睡一起 我妹被我嚇醒耶 然後被嚇醒之後 我就開始哭 接下來我那個禮拜 我沒有合過眼睛 接下來就是很像 很像電影裡面演的劇情 因為我們家基督教 我妹就真的請了教會的那些 弟兄姊妹們來到我們家 然後把我圍一圈 我就這樣坐在椅子上 他們就圍一圈 然後一直禱告 我一直禱告說什麼 要幫我把那個靈趕走這樣 對 第一個認知我就發現 如果沒有跟我有同樣體質的人 好像他沒有辦法幫助我耶 我沒有覺得說 那個教會不好或幹嘛 而且好像是突然間天線被打開了 那個時候也是陣風 就是鬼月的時候 我接下來是不能睡覺 因為我只要一閉上眼睛 我就會看到 不知道哪裡來 別的圍度的東西 那像我很記得有一次我看到的是 一樣就是我家 就都是我睡覺的地方 就是半夢半醒 然後一個灰色的老人 然後他肚子很大 他只穿了一個肚兜在下面 然後他很瘦很瘦 然後他是坐在我的床邊 然後他就一直這樣 他的手就是很細這樣 他就這樣要拍我 就是一直要拍我 要我醒來這樣 要叫我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先去借住了朋友家 然後結果我借住朋友家的那一天晚上 就是又發生奇怪的事情 因為我不知道其實我朋友 他的爺爺剛過世 他沒有講 他就讓我去住 然後那天我在他家洗澡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很怪 我就覺得有這種視線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經歷過這種感覺 你就是覺得有人在看你 然後可是 你沒看到他的人 但是你知道他在看你 你就是覺得怪怪的 你就是覺得怪怪的 然後結果後來他才跟我坦誤說 他爺爺其實才剛去世 現在是還在頭七的那種期間 就還在辦賞事 結果後來他爺爺給我託夢 為什麼會託他的夢 因為你是靈異體質啊 對 他只能跟他溝通 對 他只能跟我溝通 然後我就想說 我真的沒有想要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真的好想休息 我只想要好好睡一覺 然後剛好那個時候 因緣際會下 就是認識一個雞童 然後那雞童他就幫我看 他說 他說人有七魄 他說你的五魄已經被嚇走 你身上其實只有兩魄 所以我看起來就是六神無主 他說他要上天宮幫我起雞 所以我們就到最高那一層 就是玉皇大帝那邊 所以他就真的像 他就 因為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他就起雞 他就在那邊這樣起雞 然後他就 一陣子沒有說話 結果看到他有一張紙 他就寫了一些我看不懂的字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 人家說那是田書 說是跟那邊的人溝通的一種語言 然後就寫完後他就回來 他說好我現在要跟你說 他說你跟這個男生 一定要斷乾淨 他不斷乾淨 你這條命是不可能救的回來 所以你的前男友 對 因為我還是跟他有點勾勾地 毫斷失聯 因為就那時候很愛他 又想說 哇我們是欺世夫妻 我們這次也要結婚 所以按照你這整個故事來講 這個將頭這個法術 應該是他的前女友 他前女友弄的 弄的但是因為他前女友 跟他分手後 沒人供養這個東西 所以這東西他要吸取能量 所以他就是留在我前男友身上 他後來有發生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他怎麼了 他有結婚 然後他有一天就跟他老婆 在騎腳踏車的時候 就兩個人在河濱公園騎腳踏車 路也沒怎麼樣 他們的腳踏車突然彈起來 彈起來後兩個就直接摔在地面上 他的腳的韌帶斷掉 好可怕 對 聽到就是他突然就彈起來 這樣直接摔 所以就是跟他在一起的任何女孩子 都會有一些 有可能是這樣 那後來你跟他分乾淨 你現在就好了嗎 我現在好很多 因為那時候我就一邊哭 我就會在持腳功一直哭 我就說好 我說我答應我會跟這個男生分乾淨 但請這個靈體不要再來打擾我了 但那個法術很 是真的有 很硬 妳剛剛講到濕油 有聽過吧 好可怕 妳知道濕油怎麼取得嗎 我不知道怎麼是濕油 就在去挖那個木 那是一種 有一種是 新鮮的濕油 車禍現場 你說濕體的油嗎 車禍現場 人死了 趁四下那個 泰國怎麼會有這個濕油 沒有人注意他的時候 真的打火機拿起來 又埋了 去烤它的肉 是真的嗎 然後收集那個油 因為我只有聽過去挖 挖墳墓的是真的 挖墳墓那個都是 那個不是新鮮的 對 那不是新鮮的 這個是真的嗎 好可怕 這個很可怕 它有流產的嬰兒 這個我知道 這太可怕了 流產的嬰兒油 流產的嬰兒把他的那個油炸出來 你怎麼跟潘老師常去 你少去 我們是去逛商場 我們明明不是去收集 私油 玉琳哥本身有養很多小鬼在泰國 你為什麼要放在泰國 真正養小鬼的是 詹老師你們忘了 對不對 他靠這個在贏錢 謝謝你 謝謝 玉琳 大家都知道我個性是 真的還滿獨立的 對啊 而且應該不是說滿獨立 是真的很獨立 那有一件事情其實一直以來 我都看不懂 就是當女生要去上廁所的時候 為什麼要吸半這件事情 一直到有一次 那時候我大概 20歲左右 跟朋友去東南亞玩 然後因為我的朋友 在那個國家有認識當地的朋友 所以我們就去了 他的朋友的家裡面玩 然後他們有一個習慣 我覺得 當時覺得很舒服 我也還滿喜歡這樣氛圍 就是吃完飯後 大家餐廳吃完飯後 不是我們的習慣是找一個 比如說 飲料店啊 一個餐廳或什麼 但是因為他們那邊非常鄉下 在東南亞算 非常鄉下的地區 他們只有像那種很像 甘媽店灰灰暗暗的有沒有 那你們就坐在街邊 就是有那種小桌椅 你們就坐在街邊聊天 吹自然風 也沒有冷氣 也沒有電扇 都沒有 然後聊著聊著 飲料喝著喝著 這時候你就想要上廁所了 我就是自己去上廁所 我也不會說 你陪我去幹嘛 那廁所一般是不是就是店家 後面就有一個廁所嗎 但他們那邊廁所不一樣 他們店家裡面因為太老舊了 他們自己家裡面是沒有廁所的 然後他就會告訴你說 那個地方 你往那個方向走 然後走進去那個巷子裡面 進去之後 你會看到一個空地 可能一個操場這樣一個空地 然後四面八方都沒有建築物 然後四面八方都沒有建築物 然後那個空地的中間可能就是 圍了一個鐵皮屋 小小大概一瓶大 然後他們的廁所也不是馬桶 他們是挖了一個很像溝 糞坑 對 就是溝 然後溝是它旁邊會有一個 很大的水桶 你上完廁所之後要自己挖水 然後把它沖走這樣 就是真的很原始很原始 就進去那個一瓶大的鐵皮 晚上沒有燈 沒有燈 真的沒有燈 你膽子好大 你幹嘛要去 你就不要上 你就算了 就憋一憋 像是找人陪你 對啊 因為我已經 很可怕要走那麼遠 就不關錢 沒有 因為真的憋不住了 到你真的一定要上廁所的那種程度 那個已經在那邊探頭探腦了 對 那個鐵皮就是一瓶大 所以你手這樣子環繞一圈 都摸得到那個鐵皮 但剛剛是不是有講到就是說 如果有人在看你一定會有感覺 對 我們現在在這個環境裡面 如果旁邊一直有人看我 我會想說誰在看我 就你會有個視線感 對 然後我在上廁所到要結束的時候 正準備要起來沖那個水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有人在看我 而且他看我很久了 然後我想說 這是在我後面嗎 因為前面沒有東西 就一片鐵皮嘛 那我也調皮 想說怎麼可能 我就馬上用最快的速度就這樣回頭看 我就想要看有什麼東西 後面還真沒有東西 因為後面就是一個鐵皮嘛 但是我隱隱約約餘光看到那個 因為只有月光沒有燈光 沒有任何的燈光 但我隱隱約約看到一個 為什麼除了有月光之外的影子 在我那個鐵皮屋的上方 鐵皮屋上方是沒有蓋的 所以我一回頭 沒有 但是因為我剛剛印象我的餘光 好像有看到一個什麼東西 我就褲子穿好 水沖完 然後就用最快的速度再一次 往斜上方後面看 我真的一看 我當下我不跟你誇張 你被嚇到的那個當下 你是沒有理智去做任何反應的 有一個頭掛在邊邊 真的 真的假的 這個真的假的 有一個頭 有一個頭掛在那個 四方形鐵皮的邊邊這樣看著我 而且 像一個人的頭 對 人的頭 而且他看你就算 為什麼你知道他是 存在的東西 是因為他除了看之外 他知道你轉過來跟他對眼 他不像維銘哥那個 閃一下 不是 他是你看到他 看到了以後 他還這樣 真的假的 好可怕 所以當下我不誇張 當下我想 就很像我們在被鬼壓闖一樣 我想要掙扎 但你沒有辦法動 我真的沒有辦法動 我的腳就是不能動 我真的很想動 就是不能 但是我不知道那個時間有多長 可能很快 也可能有幾秒鐘過去 但是我心裡面就是一直罵三字經 一直到我的腳身體可以動 我是飛奔出那個鐵皮 然後沿路跑回 就是我朋友的那個地方 我不敢講這件事情 因為 會不會待會兒誰不敢上廁所或幹嘛 就是會 我不想到那麼大風波這樣 一直到隔一天起床 我就發現不太對勁 我那天不是就看到 然後不能動 我以為是被我自己嚇壞 但是隱隱約約我就看到 我被釘住的腳 後跟的地方 它也不是手指印 它不是 它是一整片變瘀青 好可怕 它就是不能 我現在想起來我常常 身上會有一些瘀青 我都不知道從哪裡來 它可能走過 它被鬼捏 不是 我以為是因為我皮膚就比較容易瘀青 它可能走過去 它會不小心撞到妳一下 我常常都不覺得我有撞到 可是就是有瘀青 那個叫鬼按摩 鬼按摩 好煩 不是私有嗎 好可怕 我要再重申一件事情 那一個空地上有一個鐵皮 四面八方是沒有任何建築物的 如果有人爬鐵皮屋 你的鐵皮一定會有生意 對啊 對 所以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下 看到了這個東西 好可怕 恐怖 恐怖 我看到了這個 好 祝大家平平安安的出門 快快樂樂的回家 謝謝 謝謝 我頭一台 在那個角落 我現在講了有點雞皮疙瘩 在那個角落 我看到了一個女生 那個女 外面 落地窗 可是外面 我們在八樓吧 我記得 還七樓還八樓吧 是沒有那個站的地方的 他整個人是很清楚的 可是他又有點隱隱約約的透透的 我覺得我一定太累了 可是我認真看他就是留了兩個辮子 然後他穿了那一種 你知道我們中國傳統那種棉袄跟棉褲 這個時候我要再按電梯的時候 我真的嚇死了 因為那個電梯突然發出一個聲音 就是 超哉的那種聲音 超哉 我跟你講 那個當下能反應的時間 只有真的0.1秒 我沒有跑樓梯 因為跑樓梯一定會經過太平津那一邊 我是跑那個車道 好吸引 水柄熱炒澱 也健康中愛茶 大便小便 都不用緊 你這個氣音真的會嚇死人耶 你不會氣音喔 我不會 沒有就是那個啊 就是 怎麼了 可以有 有這樣就比較好 OK 這可以訓練 以前我也不會後來 從事配音的工作 聲音導演一直叫我弄輕 我怎麼弄就是很濕 我們今天這一集 為什麼要弄那麼可怕 很奇怪 這一集本來是健康的主題 但是健康的主題要講鬼 可能是要聊聊 當然不是吧 我們這一集應該是要討論 跟醫院有關的鬼故事 我跟你講 幾個鬧鬼的地方 隧道 攝影棚也會 為什麼隧道會 阿飄跟我們陽間的人不一樣 陽間的人喜歡迎向陽光 陰間的人喜歡迎向陰道 就是 陰暗 陰暗的通道 對 那邊就是牠們比較想要 棲息的地方 像貓 貓喜歡躲在陰暗處 狗喜歡在陽光處 所以這個屬性 不同 是 那醫院因為 總是生老病死 來來往往這麼多人 對不對 在陽視的壽命結束 他不願意走 還停留在現場 所以當然會有這個事情 很多人去探病 都有這種撞鬼的經驗 在醫院應該會有很多 類似這樣子的經歷 尤其夜深人靜的時候 我們今天就要來討論 在醫院發生的奇特故事 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們 家維 來 阿虎 夏宇童 好 以及護理師 王霍玉 本人現身了 來 我們的王樂民 王醫師 王君瑜 也是王醫師 好 厲害了 妳今天是無事不登三寶殿 非常榮幸可以來到這裡 要送對 妳出寫真集 這個寫真集穿得有點多 好 墨玉 謝謝 同名專輯 沒有理解 謝謝 謝謝玉琳哥 這是我的首張同名台語專輯 大家好 我是墨玉 妳的小護士歌手 好可愛 好可愛 總共收錄了十首歌 對 這張專輯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新台語歌曲 我自己個人非常地喜歡一些 拉丁雷鬼曲風的東西 所以這張專輯就嘗試了 這樣子的結合 台語歌曲 然後還拉丁曲風 是拉丁雷鬼曲風 還有一些Funk 就是比較歐美曲風的 Funk也有 有 融合台語的歌曲 所以希望各位可以在 接觸台語歌曲的時候 感受到我對於這張專輯的熱情 它歌名很怪 已經冠世 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正字 已經冠世 就是已經習慣 已經冠世 已經習慣 對 現在都要正字 走路飛盤那台語 走路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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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走路飛 看到鬼的時候走路飛這樣 OK 這個一定會大賣 謝謝 謝謝 OK 大家支持一下 墨裕的同名專輯 是的 墨裕的同名專輯 謝謝 恭喜 厲害 好 我們現在來問一下 我們的來賓們 曾經在醫院遇過什麼樣的靈異體驗 我講一個我自己親身遇到的 就是13年的時候 我弟弟出了一個車禍 就年快接近年尾的時候 然後所以他其實是被送去新北市的一個醫院的急診室 然後就送家戶病房了這樣子 然後那你知道家屬 我們身為家屬都會很緊張嘛 那其實家屬能夠做的事情大概除了就是中醫啊西醫 大概就是求神問譜嘛 大家都有宗教信仰這樣 那其中有一個老師呢 就是也跟我們蠻有緣的 他就說啊 你弟弟出車禍的時候 撞到的時候嚇到 所以他的所謂人的三魂七魄 就是有四散在那個現場這樣子 然後後來老師就說啊 我們應該是要把這個魂魄收起來 收回到他肉身這樣子人才會醒來這樣子 反正我就印象很深刻 我們那天大概是晚上11點多 我就跟著老師去了那個車禍的現場 到那個現場的時候呢 老師就開始說 這裡有三個女弟弟 比如說一個在那個角落 一個在那裡 一個在那裡 然後他們各式 比如說有一個是站著的 看著馬路中 然後有一個是蹲在路邊 然後有一個是站在路邊 讓他傻傻的 他有點就是 就是怎麼了這樣子 老師還看了一個角落 看了一陣子 然後我就說老師那怎麼了嗎 因為我跟我媽媽很緊張嘛 然後老師就說 沒事沒事沒事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 就是跟著老師做這個儀式 然後我們那一天的行程 應該是我們收完之後要 老師要跟我們一起回醫院 然後其實家戶病房 不是隨時都可以進去探望 他有一個時間 已經過了那個時間 我們要在醫院待到早上 可以進去的時候 要把一些東西放在我弟弟身上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一路做老師的事 就到醫院門口喔 然後到醫院門口的時候呢 老師就說欸 就跟我們兩個講說把這個東西就交給我們 然後就說你們就進去 然後你們就在按照原定計畫 你們就在醫院等到你可以看你弟弟 然後放這個東西 然後我當下就說那老師你不跟我們去嗎 你不是要跟我們去 不然我們其實有點不知道該怎麼弄這樣 然後老師就說喔 他就突然問喔說 你弟弟結婚了嗎 我們就說沒有欸 他說喔 他說因為 一直有一個女生跟著我們 然後老師就說我不跟你們進去 因為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他也跟我們進去 那這個女生也就會進去 所以他得要在這裡讓這個女生不要進去 然後我們就喔 這樣 反正我們就進去了 好 那事情就過了嘛 然後我弟就好像有稍微 這好很多有些進步 然後我們就把他轉到台北市的一個大醫院 然後他那時候撞到腦 所以就是在那個腦神經外科 然後那個是三人的病房 我弟弟是最裡面那一床 所以旁邊是不是就是那個落地窗 對不對 可是我就覺得很奇怪喔 因為我們晚上還有請一個看護大哥陪我 我們兩個每次都會被我弟嚇醒 因為我們晚上就是在打瞌睡嘛 我弟每次到大概晚上兩三點 他就會開始 就是有那種啊 就是因為他插管 所以我們要把他的手控制住 你就覺得他整個人好像就是看到什麼 很可怕這樣子 大概就是兩三點 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那一天呢 大概是三四點四五點吧 反正我弟的朋友來看他 然後他們就在聊天 然後我就可以坐在床尾休息一下 然後這時候剛好護理師進來 要跟我說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隨口說 那不然你們先去吃飯 然後你們幫我帶回來 然後我在邊講的時候 我走在哪個位子呢 這個是我弟弟的病床對不對 我就走到這個位子 然後我在 我就那護理師就講 講完之後我就說 好好我知道的時候 我頭一台 在那個角落 我現在講了一點雞皮疙瘩 在那個角落 我看到了一個 女生 那個女 外面 落地窗的外面 可是外面 我們在八樓吧 我記得 還七樓還八樓吧 是沒有那個站的地方的 他大概50%我看得清楚 就是他整個人是很清楚的 可是他又有點隱隱約約的透透的 我覺得我一定太累了 可是我認真看 他就是留了兩個辮子 然後他穿了那一種 你知道我們中國傳統那種棉袄 跟棉褲 秋褲的那一種這樣子 顏色是 顏色就是那種有點 很深的咖啡紅 就我都看得那麼細這樣 我當下有點額的時候 我弟又發作了 反正我弟又看向那個方向 然後他又發作 又整個就是又很驚慌這樣子 然後我當下就有一個直覺說 那我把窗簾拉起來 因為我其實滿驚嚇的 我就立刻敲 陪我們去收魂這個老師 你知道老師就 語氣超平淡 他就說他是不是綁兩個辮子 然後穿什麼什麼 為什麼跟他看得一樣 對 然後我就說 你怎麼知道 他說在車禍現場的就是他 然後我就 然後跟著你們去醫院 對對對 然後我就有點傻眼 然後老師就說沒事 他會處理 我說好好好 那就他處理了 那就這樣子了 那一天就是 我每次就是 因為我弟每次都是兩三點會那樣 就是驚醒 所以我每次兩三點醒來 有時候我就睡不著 然後我那一天就是 想說要去裝水 那醫院不是都有那個茶水間 然後丟那個雜物衣服的地方 然後我就走著拿水去 然後我那天走出來 要往護理站方向走的時候 我余光就有瞄到說 好像有一個東西 然後又很亮 然後我就回頭往這個走道看 我就這樣看 就是那個女生 蛤 而且那個女生 在走道裡你看 對 她是在走道裡面 不是在窗戶外面 我就愣住 我真的是愣住 妳應該發毛了吧 發毛 我完全就定在那裡 後來我 其實我也不知道過多久 是有一個護理師就是 他沒有拍到我 他只是拍桌子 因為我就站在那個前面 他就這樣 欸 欸 然後我就愣了一下 他說 妳是什麼病床的家屬 妳怎麼了嗎 我就說 沒事 然後我就回 我就回病房 我就立刻敲老師 我想說老師長起來 應該會看到吧 結果老師就立刻打電話來 然後就說怎麼了 我說我就講了剛剛那個狀況 然後老師就說 沒事啦 沒事啦 不會再看到了 他的意思說他處理溝通好了 然後我說什麼意思 他說這個女生 跟我弟弟就是在某一個前世 有一些業力的問題 就是可能我弟弟也對他不好 還是怎麼樣 他們有一些這個問題 所以他說你弟弟現在運就不好 所以他就是趁這個時間 他其實是要來 鎖命的 鎖命 對 他說他其實是要來鎖命 他講那麼直白 他那個車禍可能就是他造成的 對 然後他就說 所以他今天下午 就是有跟他 類似他就說他有溝通了很多 很多很多 然後他就跟我講了一些 就是民俗的方法 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能隔天要去拜什麼 然後我們要做一些什麼事情這樣子 他就說 我已經弄好了 你就好好的做 然後因為我弟弟車禍是11月 他說最晚到跨年 你弟弟就能出院 可是其實那個時候已經是11月底 我弟都還是一個就是 就他也不知道我們是誰 然後我們就寧可興起 我發現我們隔天就做這個事情 從那一天開始之後呢 我弟就好像一天一天長大喔 就是比如說 隔幾天突然他知道我們是誰了 然後隔幾天 他突然可以就是回應說 就是一天一天 對 一天好像小朋友這樣子 然後我們居然真的在 我剛剛在講的時候 還是覺得全身很遠 對 真的很高 前世的業力引爆他如果 要讓你出車禍很容易 很多那個莫名其妙的車禍 就是看著看著 突然看到前面有一個人 第一個念頭緊急煞車 你在高速公路緊急煞車 後面的大火車 砰 就騎上去了 玉琳哥說得對 因為後來不是 因為我弟車禍的時候 有不小心弄到別人 但那個人也沒有什麼太嚴重的 然後但是是那個人先報警的 所以才有救護車 那我們是不是也是要慰問這個人 然後我們最後去慰問這個人的時候 我是真的好奇 所以我就說 你可不可以再說一下 那一天車禍是怎麼樣 然後他就說 那個綠燈一動不是可以走嗎 然後我弟在他後面 他說我弟突然就是輕輕的 他說我弟突然輕輕的就是 撞到他的屁股 前面那個人說他就往右邊跌倒 然後他說他就看著我 他就看著我弟從他旁邊 自己騎摩托車然後飛出去 然後車子甩在旁邊 然後人飛出去這樣 他說他也覺得好奇怪 怎麼這麼多車 然後你還能這樣 對 王醫師 就是我以前在醫院 我們有六年 就是在醫院要 就是坐下 就是住院醫師 那住院醫師 就是像我們講的 我們就真的都住在醫院 因為像我第四年住院醫師的時候 我負責 王蔻急診 就是急診有任何要 縫合傷口 或是斷直 斷肢這種 半夜就會摳我們 斷子 斷肢 對 就是像我有一次是遇到 一個老阿嬤 然後她要過馬路的時候 公車過去把她的整個腳掌 就是像脫襪子一樣 把她的腳掌扯下來 天啊 對 因為她那個皮膚 就直接跟骨頭跟肉 就分開了 就一個脫的力量 真的 對 對 我那時候也沒有很強大 我那時候就嚇到 然後我學長就說 那要接幾條神經 幾條血管 我就說 我照相給你看 然後學長就說 我在開刀 學長就交代幾條神經 幾條血管 他就說 我要預估手術時間 你不告訴我 幾條神經 幾條血管 我都不知道他要做多久 怎麼安排開刀房 這樣 對 然後有一天 我們也是半夜 然後我第四年住院醫師 我就是印象很深刻 因為有一天被叫說 要接一個斷子 但是她是一個小朋友 她好像去玩電風扇 然後她的手就是被弄成 螺旋的那種手 就是那個血肉都是已經分開 然後飄散 天啊 電風扇怎麼這麼可怕 是不規則的 對 現在 對 不規則的 然後她小 她的媽媽有拿到大拇指 大拇指跟 大拇指還滿重要的 所以 她來急診 我們就要安排手術 然後我就看一看 我就說 那現在沒辦法手術 然後那時候也已經10點 然後 聯絡麻醉科 她就說可能要半夜3點 要手術 然後就跟我們約半夜3點 然後我就跟我的組員 我們那時候有R3 就是第三年住院醫師到第六年 然後還有組織醫師 就全部call一遍就說 大家要集合了 等一下3點有一台手術 然後集合完我們就想說 那就在醫院睡了 因為也不可能再回家 然後我們就各自去找值班室 但是因為晚上醫院滿熱鬧 很多住院醫師要住 然後我們的醫院的病房 就是值班室都住滿 我們只能住那種 平常比較少人住的 然後那個值班室 我就先進去 我還好 我就睡在下鋪 然後我一個學妹 之前就很大聲說 怎麼都睡滿了 我要睡哪裡 然後他就說 上鋪這麼多東西 幹嘛要放成這樣 然後就把東西拿一拿 就睡上面 因為那個值班室 只能睡四個人 可是四個人已經睡滿了 可是一直有人 進進出出 然後又有 很多那種洗澡的聲音 我就想說 怎麼會有人半夜在 對啊 在那個call房洗澡 然後又有那種 一直沖馬桶 就很吵 那整個都沒有睡好 然後我就不知道 是我幻聽還是我做夢 因為真的很累 我不管了 然後後來等到在手術的時候 我就看到學妹 就是有個辮子 我說 妳怎麼綁辮子 就是幹嘛要綁辮子 然後學妹就說有嗎 然後她就摸 就是有辮子這樣子 她不知道她為什麼有辮子 她綁辮子 被綁辮子 還不知道 天啊 不是她綁的 不是她綁的 怎麼這麼奇怪 就是大家都 蓬頭夠面的去 明書的那個女鬼綁了嗎 有可能 妳還敢講 阿虎頭髮被剃光 她自己也不知道 這樣子 也是我那個人找妳 不是 露頭 不是鬼剃頭 她說誰 誰綁的面子 薄面子也不知道 然後我就說 那妳先 就是我們還是要先去手術 然後她就說 她隔天一定要去看監視器 因為她覺得這種惡作劇 真的不能原諒 然後手術的時候 就是中間會有一個 很安靜的時候 就是我們在看那個 顯微鏡 然後在顯微鏡底下接那個血管 那時候超安靜的 然後我就跟主任一起坐在那邊 對接血管 我就是當助手這樣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聽到 我們旁邊是那個刷手台 就突然有個 大聲 就是在刷手的聲音 然後我們旁邊的開刀房 又出現那種 開門的聲音 可是因為我們不能大動作 也不能尖叫 然後我也不能 就是那個手術是很精細的 我們就是要好像很優雅的在接 然後當然我聽到這些聲音 就覺得超疑惑 我想說 因為看到房子是空的還是 對 是空的 半夜 不會有人 那我一定要 也要去問護理長 是不是有人在隔壁手術 對 然後當然我們真的把 那個小朋友送出去的時候 其實隔壁是黑的 然後後來我們隔天 真的就去找護理長調監視器 重點是她一拉開之後 我就看一下隔壁那一床 咳嗽那一床 完全沒有人 然後那個沒有人 不是她去做檢查 因為你看她那個床頭 是連名條都沒有 就是你隔壁其實是空床 床頭到尾 所以誰在咳嗽 不知道 等一下 記得要訂閱開啟小鈴鐺 支持11點熱炒店的YouTube頻道 然後後來我們隔天 真的就去找護理長調監視器 然後學妹就很生氣的說 為什麼有人幫我辮子 我一定要知道 對 然後他就 我們就看監視器 然後我就說 對 我也聽到很多人 這樣進進出出 真的很吵 然後監視器都沒有人 我們看了很久 就是一直盯著螢幕看 對 都沒有人 然後後來開刀房就改建 然後那個開刀房的那一間 就不見了 值班師又不見 因為我們問護理長 護理長年紀比較大 他就說其實之前有個護理師 因為感情的問題 然後在裡面有打一倒數 然後就直接就在裡面自殺 自己打一倒數也可以自殺 對 打高粱的 對 就低血糖 然後就走 太恐怖了 天啊 這好可怕 那個值班師 鬼影闖闖 對不對 樂命醫師 那其實醫院裡面 大部分我們還是比較正向 只是說有的東西是不能理解 他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醫院大家就是一個 有點像半開放的一個空間 值班師來來去去 你在那邊睡覺 有人進來你也不會想看 你只要不要吵到我就好 因為他可能也只是換一個衣服 那你也不知道是誰 他可能要看他自己其他病人 那我這邊分享一個故事就是 因為我們我是婦產科醫師 我們常常半夜接生 半夜接生是我們的常態 所以有一次 大概半夜凌晨兩三點 我們去接生 那住院醫師一定都睡在醫院裡面 所以我接生完之後 都蠻好 那個住院醫師 他就醒來 我就說 我說你今天晚上有沒有睡 他說沒有睡 我當初以為他很忙 所以我們也沒多問 那接生完了之後 我們就還處理一些 那個醫令的問題 處理完 我說你趕快去休息 現在已經四點 你至少可以躺到兩個小時 到六點都還 他就說他不要 我說那你在那邊幹嘛 他就不講話了 我說那 你能多休息就休息 我們值班是有床 趕快躺 趕快躺 你怎麼知道 下一個小時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是不是故意不 他就不睡 你說你為什麼都不睡 然後護理師就有講說 他說他這個值班 幾乎都不睡覺的 這個最近事都不睡覺 怪 就很奇怪 你為什麼 白天也很忙 你今天值班 你是有得躺 趕快躺 不要在那邊晃來晃去 就是外護理這樣跟他們聊天 不合常理嘛 那我後來才問他 他就說 其實我睡覺的時候 只要躺下來睡覺 就有一個小朋友 從他的腳要跑起來跟他玩 他會看到 他說我 我會很好奇 我真的很好奇 他說 我說你看到 他就是一個影子 而且他知道的時候 是一個小女子 我覺得不大可能 會不會是你太累 還是怎麼樣 他就說真的有 對 他就說 他從此他就再也不睡 那我就聽完這個故事 我想說 這可能是太累 你也不用去想怎麼樣 這是他個人的事情 這事情就過去了 大概又一兩年 因為我們常在今天都遇到這樣 結果有一次我來接生 他就沒那麼快 他太早把我call來 然後我想說 好吧 那我就換我去躺一躺吧 對 我就想說 我也去直彎室去躺 那我沒有想到 這樣也能躺 對 那反正就很累 一生練出一生功夫 去哪都可以躺吧 你就是三四點半夜起來 你就能躺 就常常白天還有一堆事要做 那你也沒想那麼多 然後我就躺下去睡覺了 然後躺下去睡覺的時候 你就隱約就感覺 好像也會有人在進來 對 然後後來躺著躺著沒多久 你就會發現到 我要起來 有點被壓住的感覺 鬼壓床 對 就人家講鬼壓床 但我不信這一套 我一定覺得我跑太多路 腳在酸 腳在痛 那我就想說我不理他 可是後來就是 你就聽到那個小嬰兒在哭聲 從天上這樣降下來 你說你在被鬼壓的時候 對 就是你就要動 那眼睛睜不開 眼睛真的睜不開 你就會感覺好像小朋友在哭 然後後來就不管他了 那時候真的我也想到 哇 真的我遇到鬼壓床了 有點恐怖了 可是沒有怎麼樣 就是不能起來而已 你就這樣躺著 我說你不要再壓我 待會兒要接身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被 起不來就尷尬了 對 就是感覺你動不大起來 可是你那時候意識 眼睛張不開 我真的眼睛張不開 你就想好吧 那我就繼續睡了 就像黏住的感覺 對 但是聽得到聲音 我想到手機至少會響就好 反正萬一怎麼樣他們會叫我 然後後來沒多久我就可以起來 可是當你可以起來的時候 你聽到那嬰兒哭聲就慢慢的消失 他有一個小朋友在哭的聲音 就是從上面下來 我想說會不會上面那個冷氣啊 那個聲音傳過來的 那事情結束後 然後後來沒多久 我那個帶產的媽媽 他也就生完了 生完之後你還是覺得怪怪的 第二天早上就問護理師說 最近有沒有新生 有沒有小朋友在別床 他說沒有啊 都沒有小朋友啊 你那個牆隔壁是新社的家戶病房啊 那我想 那搞不好那邊有什麼 我就跑去 他說那邊都沒有家戶的小朋友 空的 但是昨天有一個小朋友 可能急救沒有救回來 對 那我聽了就 會不會是聽到 他不想走 對 可能有聽到走就這樣子 有時候小孩已經死了 但是不想走 不知道自己死 你不要講這個 他的身體已經冰冷了 可是他的哭聲還在 太恐怖了 但是我確實是記得 我們那時候在生小孩的時候 都會就 即使是產房 是快樂的地方 可是就是晚上 在等待產的時候 還是會有各種的一些 很奇怪的感覺 然後幻覺 因為你忽睡忽醒 在等待生產的時候 要不然的話我覺得 真正壓力大的是做人工流產 如果你還相信很多民俗的 說法的時候 那醫生也是壓力 那醫生如果經常做這種 人工流產 有的醫生可能疑心生暗鬼 那半夜在睡覺 突然 八個嬰兒的聲音 有嗎 王醫師你有聽過這種聲音嗎 有嗎 王醫師你有聽過這種聲音嗎 以前有過這樣子 不是我 就是去專門看這種的 然後後來我們去 但是我們只是跟去 然後後來就 那個會看的那種人 她就說 你是不是流產很多次 一個女生 她說你後面有跟七八個小朋友呢 她說我沒有流產 她沒結婚 她說會不會 我常常在跟這種手術 那她是女生 她就會跟女生 她不會跟男生 後來我也去問了一下 他們說 那個決定的是那個媽媽 不是我們醫生 所以她基本上 不大會來找我們的麻煩 對 沒有 可是因為有的時候這種 是逼不得已 對啊 可是因為像醫師 通常你們都是在台上 坐完就離開了 我們是要去收寶寶的那個人 我真的是有親手收過 已經完全是 完整的小孩 完整的 對 我好幾天不能睡覺 完全是完整的 她就是一個 那為什麼還要這樣 是因為生產的時候 我沒有 不會去 我們不太會去過問那個媽媽 她為什麼做這個決定這樣子 我真的是那一天之後 好幾天沒辦法睡覺 一閉上眼睛 就會夢到那個小孩 很可怕 很小 有時候在收的時候 忍不住 知道不行 她忍不住會 想看她一眼 你知道嗎 對 她一看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是有看 沒有睜開 沒有睜開 你不要 害人 我跟你講 有的媽媽是不得已的 但是按照台灣的民俗的做法 會去供養她 很多廟有沒有 他們在供養這個叫做英靈 有時候沒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好像就是 她就跟著 對 那個 都已經另外再生兩個了 帶著兩個小孩去遊樂園玩 始終感覺好像有第三個 然後一直在她旁邊 你看不見嘛 媽媽 我也要玩 媽媽 你說有聲音啊 就會有那個聲音 愧疚感 我覺得愧疚感也是有感覺 對啦 對 來 阿虎 我自己碰到也是在住院的時候 那我當然不是去產房生產 是因為有一段時間 那個身體真的太不好了 就決定安排住院檢查那個血壓 那檢查血壓其實是要住院裡面 住24小時 住一天 第一次住院 然後所以就大概問一下以前 我做過健康檢查的朋友 就是說有什麼要注意的 他就說 我跟你說 住院真的很無聊 你前一天記得一定要先不睡覺 先故意讓自己熬夜 然後進去睡一天 起來就出院這樣子 非常簡單 然後進去之後就是安排嘛 然後那個病房也是 當初選那個房間他會問說 要不要獨居房 那我們想說 算了啦 只是做個健康檢查而已 獨居房比較貴 我們就選那種一般那種 跟人家一起的 什麼四個人 六個人那種 比較大的那種病房 然後醫院的床是非常難睡的 所以其實你可能睡個 兩 三個小時 你要盤了醫院的床 還給你吸夢絲 很硬 不是 因為你很累 你很累你就覺得好像會很好睡 會很冷 醫院都很冷 對 很冷 那被子很薄 不知道保什麼就很暖 被子很暖 腳會一直在外面就對 然後又會有進進出出 我是住旅館 而且你那個臉子拉起來的時候 只要有人走動 他都會晃一下 晃一下 所以其實你是很難睡的 所以有時候睡一睡起來 然後你就可能又把耳機拿下來 然後想說聽聽看隔壁在幹嘛 然後剛好在我這個隔壁床 不知道應該是一個老伯伯 為什麼說應該呢 因為整個晚上 整天 你都會聽到隔壁一直有那種 這種咳嗽聲 哭哭嗽 對 然後其實會有一點不開心 你知道嗎 因為你不戴耳機的話 你就一定會聽到他的那咳嗽聲 他不是那種持續的 你知道嗎 持續的話可能是白噪音 我還比較好睡一點 他是用健身 當你快要深層睡眠的時候 他就開始咳嗽 然後你就會覺得很煩 然後結果後來你就真的是 整個晚上睡不著就這樣 然後已經真的很累 因為如果再不睡 我就等於兩天沒睡了嘛 對不對 精神已經有點恍惚了 結果這想 我正要睡著的時候 又聽到咳嗽聲 這個時候那個臉子突然 啪 拉開 唉唷 突然之間 就是一隻手 就從我下面這樣 從下面 摸上來 摸 摸你的屁股 從中間 從胯下 對 摸轉間 直探妳的妹妹 姐妹 天啊 正要睡著的時候 又聽到咳嗽聲 這個時候那個臉子突然 啪 拉開 沒有 護士叫妳去做檢查 什麼啊 那護士怎麼激動 不是 因為護理師都很忙 對 我們動作會比較大一點 他們就拿一個那個電子夾 然後這樣一直在那邊 按那個筆有沒有 然後就說叫妳要 等一下要做那個檢查 然後妳就想說 應該是自己嚇了自己 他當中就會說幾樓 等一下要去那個幾樓 然後給妳那個紙條 然後叫妳去這樣子 重點是他一拉開的時候 我就看一下隔壁那一床 咳嗽那一床 完全沒有人 然後那個沒有人 不是他去做檢查 因為你看他那個床頭 是連名條都沒有的 啊 你隔壁其實是空床 床頭 那誰在咳嗽 不知道 但是那個聲音 就是你在睡覺的時候 你是聽到是 就是你隔壁床一直在咳嗽 那那個時候已經 離這個出院 大概還有差不多 還有差不多五六個小時 就是還有很久 才會到隔天的早上就對了 好吧 那就要去做檢查 那因為其實做這個 24小時健康檢查是 不太能夠跑到外面去偷抽菸的 因為會抽菸嘛 對不對 然後反正就是 藉著就是要去這個檢查的過程 就先溜出去 到外面抽一根菸 然後回來的時候 啊 完蛋了 那個紙條沒有帶 我要去哪裡做檢查 我也忘了 你知道嗎 那想說 反正大概知道要去哪 什麼地方 我就跟那個保全問一下 然後說那個請問一下 坐那個健康檢查 血壓那個在哪裡這樣子 然後那個保全就說 你就電梯要搭 當什麼412這樣子 然後電梯來的時候 你要按電梯的時候 你會發現 不對啊 醫院沒有四樓啊 對啊 醫院沒有四樓 對吧 通常都沒有四樓吧 通常都沒有 那就怪怪的嘛 可能聽錯 就回去的時候 到那個中間那個警衛師那邊 要問他 不是剛剛那個保全了 已經不是剛剛那個保全了 換了一個人了 就在這個很短的時間內 已經換了一個保全了 就想說 那應該是剛剛聽錯 可能太累嘛 然後再問一次就說 不好意思 請問我要去的地方是哪裡 他說是六樓 這次就對了嘛 然後就到那個電梯裡面 又再按一次電梯 然後電梯就來 然後因為在晚上的電梯 因為已經沒有那個 基本上一樓大廳已經 燈不是很亮了 然後電梯也剩下沒幾台 只剩下那種 專門在那種 推車 病床的那種 病床的啦 就是比較大的那種 比較長的那種 像貨梯 對 像貨梯 可是因為電梯可能沒有注意到 可能剛剛下面有人先按了 所以電梯其實是先往下 再往上 所以我按六樓的時候 其實電梯是往下走的 到了這個B2之後呢 這個電梯門打開 然後那個B2是像停車場那樣子 然後沒有梯廳的 所以其實電梯一開就是看到 有幾個空的車位這樣 很大的一個停車場 然後其實燈光不是很亮 那唯一有一處亮光 就在遠遠的地方 有一扇門 自動門 然後那上面寫就是 打開了 那也不能講什麼 重點是打開就算囉 還沒有人 就是你電梯往下 代表有人叫電梯嘛 沒有人叫電梯 好 那我就把電梯 又再把它關起來 然後電梯門要緩緩關起來的時候 要關起來的時候 你就看著太平線這樣關起來的時候 又打開 然後你就一直按嘛 因為它就關不起來你知道嗎 然後它那個門又不會很快 我不知道為什麼 醫院的門不是那種 打到病人嘛 對 所以它很慢 就是它那個反應很慢 它打開的時候 你要等很久才會再關起來 然後這次第二次要關起來的時候 關到一半 又開 然後我想說完蛋 完蛋 這一定是撞到了 你已經被 被盯上了 對 那怎麼辦 因為我要跑去哪裡 我已經先看好我 會不會走樓梯 樓梯 我跟你講樓梯就要經過 樓梯更可怕 要經過 而且樓梯更可怕 你下來 然後再按另外一個電梯上去 沒有電話 它現在那個時候只剩下 那一台電梯可以坐 好 這個時候 我要再按電梯的時候 我真的嚇死了 因為那個電梯突然發出一個聲音 就是 我跟你講 那個當下你能反應的時間 只有真的0.1秒 我沒有跑樓梯 因為跑樓梯一定會經過太平街那一邊 我是跑那個車道 那個汽車的車道 你很聰明 跑上去 因為你能往上一層 你就覺得安心一下嘛對不對 我就一直跑跑跑跑到那個 B1 對 跑到一樓 一直B1 然後一樓 然後直接衝到那個車道外面 就是醫院外面 然後在那邊等 我一直等到早上 我才會去把我東西收一收 然後離開 我也沒做完這個健康檢查 今天沒有去做檢查 不做了 什麼做啊 你都弄到這樣了還不做檢查 那太平街 我是真的聽一個醫師 朋友講的 也是時期的時候 那個年代的那個大體 他們會在那個手上掛一個紅色的袋子 然後上面有他的名牌 現在我不知道 還是不是這樣 身分辨識 身分辨識 你總要知道這個是誰 他說他結束工作半夜 他也是從樓上 然後明明他按一樓 那個電梯到一樓沒停 直接給他B1 B2 他會嚇死人 他在這個醫院 他當然知道B2在太平街 門一打開 陰峰 然後門口站了一個女生 他趕快急暗停停 要把他關起來 為什麼要把他關起來 因為那個女生手上就是戴著 一個紅線 上面有名牌 下歪的車 那個女生幾乎 那個女的是穿著衣服啊 穿著衣服的 那個緊急暗 那個女生有夠倒楣的 就是被電梯門 這樣子講又Over了 好不容易門就關起來 然後趕快就按回樓上 情急之下 按回他原本下來那個八樓 然後按電梯 正常 就到八樓 八樓一打開 沒有 不是那個女生 因為他當時情急之下 也無法去辨識那個B2 那女生的面孔 那總之來了一個陌生的女的 也不像是護理人員就對了 那他也是驚嚇嘛 可是人家進來不能 不能不給他進來 而且他不是從B2 是從八樓來的 那也有可能是探病的家屬 醫生的臉是綠的 那個女生面孔的表情問她說 我在害怕什麼 我剛剛 我剛剛看到一個女生 手上戴著 戴著 戴著一直講不出來 那個女生突然把手舉起來 戴著像我這個紅線對不對 然後呢 怎麼覺得好像是好笑的 然後呢 然後呢 沒有 然後呢 那個鬼從B2爬到一爬到八樓 沒有 你剛剛講的故事 你應該要講說 他一進了電梯 他按到八樓 門打開他還在B2 這比較恐怖 你下次要改一下 我幹嘛要改 這真的故事 你當我是胡說八道的 OK 沒有 就是整個醫院 鬼影床 真的會 滿多故事 以前我其實是有曾經 在同一層樓工作 因為在醫院的地下室裡面 除了太平間 還有一個地方叫做病歷室 對 每次要去病歷室 是不是就會經過太平間 一定會經過 我有去病歷室 我都很緊張 那為什麼一定要經過太平間 我很不喜歡病歷室 對 病歷室 可以把它弄到一樓去 好像不太可能會在一樓 因為有一些醫院的B2的 太平間旁邊還可以讓你 可以回向做法式的地方 但是我們那時候 你有沒有去拿過病歷 病歷很可怕 對 我有去拿過病歷室 有經過太平間 我當然不知道 可是你到樓下那個病歷室 就很冷 對 很冷 然後就整個人就 然後就是你呼吸的時候 會有一種 就是很奇怪的味道 然後你也不敢看 因為牆上都會有牌子 什麼病歷室什麼 然後你就假裝你沒有看到 他講太平間 然後就趕快去病歷室 趕快申請 趕快拿 所以一般我去醫院 我自己包包裡面都會自備 那個墨魚 墨魚 有用嗎 有用 你要去病歷室 結果太平間 你就邊走 那邊 他就跟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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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排隊排好 他真的好有趣 然後就跟著你 1 地成你 2 我們如果要去拿病歷 怎麼辦 那就應該請他們拿上來 其實通常是我們要去拿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當下會請你去拿 對啊 當下為什麼我要去拿病歷室 反正安妮我永遠不會忘記 然後那個時候學姐就 我一進到那個工作單位 以前要攻讀 然後學姐就有跟我很 很稀鬆平常的隨口說了一句話 她就說 學妹 如果我說你以後半夜 輪大夜班的時候 剛好要送病歷的話 有別人要跟你做同一台電梯 你就不要打 如果我說你以後半夜 輪大夜班的時候 剛好要送病歷的話 有別人要跟你做同一台電梯 你就不要打 後來過了一段時間 有一天我剛好就是在輪大夜班 然後 就有那個車子要進來了 但是我當下 因為那一天的病歷非常多 所以我就很急很趕 抱了一大堆東西 我想沒有 沒關係 急一下好了 我就跟著他們一起進去了 電梯一樣走走走走走 走到 走到 我要去的那個樓層 B2 門打開 然後他們推車推出去了 然後我也跟著出去了 就跟他們一起出電梯了這樣 我說沒事啊 然後就繼續忙 到下一趟我要再坐電梯的時候 我又進去那個電梯抱著一大堆東西 那當下就是剩我一個人了 電梯門關了之後 他就再也抵達不了我要去的樓層 就跟剛剛阿虎遇到的事情是類似的 但是我因為像剛剛王醫師講的 我們其實不會想那麼多 我當下知道有發生事情 但我就決定不要理他 因為心裡想說很多事情要做很忙 但是在電梯裡面真的太久了 怎麼樣就是沒有辦法要去 我要去的樓層 他就是過程都不停 對 怎麼會這樣 上上下下 後來我真的受夠了 我就說 我真的是有一點忙 就是如果你有 有什麼事情想要講的話 你可以用別的方式告訴我 就是不要這樣子 對話 都會用溝通的 對 我們會使用溝通的方式 然後後來真的過沒有多久之後 我就抵達了我要去的那一層樓 事情就過了 但是當天晚上 因為我們其實護理人員也有一個 類似像值班室 可以讓你小咪休息一下的地方 然後我就進去 自己一個人在裡面休息一下 我當下其實是知道 我有一點半夢半醒 但不是真的睡著 聽得到外面 學姐們在工作的聲音 然後他們講什麼話題 也都聽得很清楚 所以其實我是沒有真的睡著的 突然之間就是 一隻手 就從我下面這樣 蛤 摸你下面 摸上來 摸 摸你的屁股 從中間 從胯下 對 摸轉間 直探你的妹妹 姐妹 天啊 我就這樣 但是不能動 就跟黃醫師遇到的情形是一樣 但我是直接被摸 還是不能動 我是 他被鬼壓那樣子 不想 他不是 他不是碰到而已 他是 是扎實的抓 扎實的抓 扎實的抓 直接內神 扎實的摸 然後扎實的大腿 那一側這樣可以給你摸 然後我想說 不會是 學渣 人類吧 學渣 我就想說不會是人吧 沒有人那麼大膽的 我張不開眼睛 那個好好看 你要大尖叫 我完全沒有辦法尖叫 我沒有辦法尖叫 我也沒有辦法張開那眼睛 而且也怕眼睛一睜開 就是院長 院長 幹嘛這樣 我可以身護理長嗎 院長 院長不是人 太恐怖了 後來呢 我就用了玉琳哥的那一招 我真的 因為我當下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必須的 我就開始 這樣以來就出來了 我就開始狂丟他 一直罵他 在內心裡一直罵 但因為我還是沒有辦法講話 我說不出來 我就在內心裡面瘋狂的罵他 然後罵到一個程度之後 我就突然間就 就可以動了 就醒過來了 空無一人 但是我不知道 跟在電梯裡面 遇到的事情是不是同 也許我在當下溝通的時候 讓他不是很開心 頭期不是很好 對 或者是怎麼樣 因為忙 詭異 因為真的很多 很奇怪的事情 我自己的話是 當時我家裡的長輩 然後反正就是身體不舒服 然後就住院了 然後我們進去 我們是住兩人病房的 然後我們住的那個床是 靠窗戶的 那旁邊已經有一個已經 就是臥病已經很長時間的奶奶 就是我們的隔壁床這樣 可是就大概住到 可能第二天第三天的時候 也是那種在一個時間 但是也沒有很固定 就是可能就是 大概三點到五點 這種時間快要早上的時刻 我家裡的長輩會突然說夢話 那他所有的夢話都很像 就是那種 有點像聊天啊 然後可是也不清楚 他到底都在講什麼 有時候很小聲 有時候突然很大聲 就是很像跟一個人在聊天一樣 講到什麼好笑 他還會 還會這樣發出聲音的那種 然後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長輩在家裡面 其實我們基本上 就是沒有怎麼聽他這樣 有說夢話這種事情 醫生也說他的藥 其實也不會有這種 副作用這種狀況 然後就過了大概一個禮拜 有一天 然後我的長輩是 突然的就坐起來 然後是眼睛睜開 然後精神超級好的 然後跟我說 他要去樓下洗頭做頭髮 那時候凌晨三四點的時候 我就說現在要去洗頭 去弄頭髮 我說現在沒有開 我們沒有辦法去洗 他說不行 我們就是要 我們要拍照 我們要弄頭髮 反正他就一直講 他要去樓下 因為樓下美食間 也有一間美容院 對 他就說他要去那邊 我說 我說我們等開了 我再陪你去好不好 但他突然就是很堅決 然後硬要站起來 所以把他腳那邊的一個 有點像是一個引油管 把他給 拔 就拔掉了 拔掉 然後就嚇到 因為其實會 就是整個床就都寫這樣子 然後我就馬上 就趕快找護理師來 就是整個很慌亂 就在那邊處理 床 重新弄傷口什麼的 然後我就突然 眼角就看到他手就這樣 他躺著 然後這是天花板 他就這樣 他在對上面打招呼 對 他就這樣 他在揮挖 對 我想說 我想說他在幹嘛 然後我正要跟護理師說 你看的時候 隔壁床的外傭 就突然說 奶奶沒有呼吸這樣子 又一陣 我們這一房就很亂 其實開始外面的護理師 就也進來 就是大家亂成一團 在處理隔壁床 老奶奶的狀況 那因為我就嚇到嘛 就睡不下去了 那我們家屬的病床 通常都是靠窗下面 這邊會擺一個嘛 然後最尾端 就有放一張椅子 那我就不想躺了 然後我就想說 就坐在那邊 放下空 放空一下這樣子 但因為當時很 就是很混亂 我們的那個簾子 因為反正那個奶奶 就是被 就是反正送離開了 那個簾子也沒有整個 完全拉 就等於有點半拉 然後還看得到一點 那個床的下面的床尾的部分 然後我就這樣放空 放空到好像有一點睡衣 就有點模糊糊糊的時候 我就覺得 怎麼那個剛剛已經被推出去的 那個奶奶她的那個床 就是有 我好像看到一雙腳 就是腳 但我就是看到這邊 就看到腳就落在那個 就從床尾這樣落下來 可是我沒有辦法 很集中精神 就是也有一點點像 沒辦法動 可是沒有說到完全不能動 因為是覺得很沉很累 然後我就不知道怎麼 然後我就睡著了 然後等到我睡著 我會醒來 是因為我聽到護理師講話 我先聽到護理師講說 奶奶對不起 我要請你走囉 對不起喔 就是我現在祝福你 然後希望 就是你之後可以都很好 你這一生辛苦了 我就聽到噼哩啪啪 她講了一段話 然後我睜開眼的時候 我就看到護理師扶著牆 然後是有點半蹲這樣 靠在那個牆的旁邊這樣子 我想說她怎麼了 然後我就起來 我說欸怎麼了 這樣我就去扶她 因為急診就是需要 急需一個床位 所以她必須要 就是在交班 她反正要趕快要翻床啦 可是要翻床的那個時間 因為是早上六點 所以其實時間都很近 她說她要翻床的時候 她一陣就是頭很暈 然後很不舒服 所以她就覺得可能時間還很近 可能還沒有離開 所以她想要告知她 跟她想說 對不起我打擾 就是我要翻床這樣 然後大概差不多早上八九點的時候 就是隔壁床 他們的家屬就可能就是來 因為奶奶在那邊 臥病很長的時間 她就是送一些東西 想說就是辛苦 就是護理師這樣 那麼辛苦照顧 然後也有進來我們這一間 然後進來她就先跟我說 我們家奶奶就是有託夢給我說要謝謝你 然後我就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對我就覺得很奇怪 她就說 因為其實奶奶還有 他們是沒有選擇急救的 所以她的意思是說 他們家老奶奶都有託夢給這個女生 然後說她在這邊交到了朋友 然後要跟我說謝謝 是妳嗎 妳是她朋友 對 而且重點是那一天之後 我們家長輩真的沒有在說過夢話 從來也沒有說什麼 或怎麼樣 就是都沒有 然後妳問她說 妳之前妳有做夢嗎 還是什麼 就是我有試圖想要問我們家長輩 但我們長輩都說不知道 沒有 就是她也都沒有什麼印象 對 好 之後我們去醫院都要小心 要抱著一個正能量的心 然後如果遇到什麼 先想辦法溝通 然後平安的就是 醫院不要亂逛 我忽然想起張文宗跟我講 真的有夠倒楣的 也是類似病例室太平街那邊 然後這電梯是幹嘛的 那邊彰望 門一打開 人家推大體的病狀 她就跟那個 就撞上去了 她撞上去她整個飛上那個 我該誰要在這裡看熱鬧 她幹嘛在這邊看熱鬧 她飛上去那個床上 不要這樣打擾別人吧 所以不是自己的地方 不要亂逛 後立 誰跟我們講一下 你的傷心 忘了妳還有這個 對 我的新專輯 同名專輯 墨浴 希望大家會喜歡 來 謝謝 多多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